Hello 给我回到Star C Soul Channel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 大家最近都过得如何呢 首先在这里送上Star C中心的祝福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平安 健康 顺遂 开心和幸福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占卜 将源源不断的宇宙的疗愈的讯息和能量传递给大家 非常感恩大家幸运以及来到Star C Soul Channel 好 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 宇宙要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以及这份礼物背后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 知道灵和我们的祖先又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见 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占卜 传送给大家更多我们时下需要的讯息 感恩大家以及感恩宇宙 好 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接收这份礼物之前 选牌之前的我们的冥想环节 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来连接大家 帮助大家做一下清理和进化来更好的 完成我们接下来的互动 如果需要时长比较久一点冥想的朋友们啊 比较立体的来进化我们的能量 调整我们的脉轮 或者说帮助我们去平衡各个部分能量的这个主题影片 都放在了我们Star Seas of Healing的这个频道当中 大家也可以在有时间状况底下进行连接 Link就放在我们的说明栏上方 进而呢如果需要生活当中更多的啊 比如说来自于水晶的帮助水晶的疗愈 和水晶的进化的朋友们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线上商店 Star Seas of Store 我们也会在近期啊 更快的推出更多的疗愈原始套装 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 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支持和喜爱 Star Seas再次将无限的祝福送给大家 好 当下让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姿势 在一个舒服的状态 好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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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整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状态 大家可以轻轻地调整呼吸 放轻松 再缓缓地睁开双眼 来看一下在我们眼前 从左到右的四副组排 我们今日的主题呢 是传递宇宙给予我们的一份礼物 以及这背后给予我们的建议和指引 这有可能是一段关系 一个人 有可能是工作的机会 有可能是时下我们生活当中 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 那大家可以放轻松 直接摊开双手 来感受 从我们面前从左到右这四副组排 来进行连结和选择 好 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排 参照天然时 是一颗白色水晶石 好 是一颗白色水晶 大家感受一下 这当中的能量 震动和讯息 好 我们第二副组排 参照天然时 是一颗绿色天然时 绿色水晶石 我们感受一下 这颗水晶石的震动 它要传递给我们 什么样的讯息呢 是否是我们需要接收的呢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 参照天然时 我们第三副组排 参照天然时 是一颗 好 变色雪花石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 好 还有烟红色的纹理 这是我们的第三组 卡牌参照天然时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颗天然时的震动 它的频率 是否是跟我们相符合的呢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副组排 好 我们最右边 第四副组排 参照天然时 是一颗淡粉色水晶石 好 淡粉色水晶石 大家也可以感受和连接一下 这颗水晶石 它的震动 它的光芒和频率状态 好 哪一副组排 是跟大家最有连接的呢 哪一副组排 要是第一眼 吸引到大家注意的呢 同样啊 这是一份宇宙的礼物 所以我们的选项是开放的 是不限制的 大家大约可以选择两组左右 并且排一个优先顺位 来连接一下当中的讯息 当然 对于多副组排 有感应的朋友们 也可以点开来听取一下 这当中有可能有宇宙 需要大家知道的讯息 好 学好的朋友们 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今日的抽牌和赌牌吧 选择我们最左边 第一副组排 一颗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域卡都已经抽好了 今天呢 我们要起来看的主题是 接收宇宙的一份礼物 以及建议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 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 来帮助我们接收这一份礼物 而这份礼物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通过卡牌来分析啊 第一副牌的朋友选到了白色的水晶石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第一组 有没有 一只很美丽的戒指有没有 Mobius Love Mobius Love 莫比乌斯之环啊 莫比乌斯之铁环 这个卡牌代表了什么啊 首先这个戒指的意味 代表了就是承诺性的关系 代表了美好的承诺 代表我们生命当中呢 关于感情 关于契约关系的一种圆满 本身莫比乌斯环这个概念啊 它是一个无限的概念 无限循环的概念 它指的就是一个纸条 然后把它扭转180度 再相连接 就会得到一个无限摊开的界面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无限的符号 在几何意义上来讲 是一个莫比乌斯环的形象 知道他卡牌当中啊 第一副牌的朋友 首先宇宙给予大家的 很明显是一个承诺 有可能是承诺的关系 有可能一些朋友 你们已经拥有了承诺的关系的话 这是你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新的offer 比如说是新的合作 新的工作 新的契约 你和一间公司 或者说某一个个人组织企业 在做的一些连结 紧接着啊 这个无限的环形的能量场图形 它也并非只代表亲密的关系 也代表我们的能量是无限的 也代表宇宙跟我们之间的契约 我们之间的连结是无限的 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 在未来这个阶段 可以更多的去运用你们 神识当中啊 你们高我当中 原生当中 这个无限的能量 去将你们的人生契约 真正的摊开来 当然有一些朋友啊 最近这个阶段 你们有可能马上就要遇到 人生正缘了 或者说一些在稳定关系的朋友 可能会迎接到一个 求婚订婚的 然后进入承诺 承诺关系的美好阶段 这就是一份礼物啊 我觉得一副牌的朋友 能够感受到 其实你们已经到了一个 嗯 十分对的阶段 所谓这个对的阶段 有可能是时间地点啊 天时地利 人和全部都出现 紧接着就是 你们本身在灵魂的深处 就有这样的一个旅程 而这个旅程的 大门已经朝你们开启了 所以宇宙也正在给你们 发一张很美丽的邀请函 有可能是被邀请到 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可能是被你自己邀请到 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人生旅程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的 这个数字是零号啊 就很像是一张的4 但是其实这套神谕卡当中的 零号牌也更多代表的是 我们和宇宙之间 永远啊 源源不断的一种连结 我们和宇宙之间可以 相互去期待 相互去向往 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在内心深处 对待我们自己的能量 产生无限的信任和无限的爱 这本身就是永恒的嗯 好很美好的一个能量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牌 再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我们来揭晓这份礼物啊 我们之前抽好了一套tarot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份礼物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ok 金币三号 首先金币三号是一个家园的建设建立 有可能它是一座 建筑物啊 或者说房子啊 或者说装修也算啊 它的一种确立 这个能量代表了在地基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商榷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投入我们各自的资产和能量 去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这个金币三号本身是一个 比较有稳定性的卡牌 再者也代表了多方合作 更多的啊 这个金币三号也代表了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智慧 以及团队的合作 集结人类的智慧 去完成未来一个阶段 想要去完成的 宏伟的目标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类似于 很庄严的建筑物啊 不管呢是宗教的 嗯 殿堂呢 还是说我们的家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的上方 有一个钟表 有时候有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到达了对的时间 有可能你们会碰见非常 啊 grounding啊 我感觉是非常有就是很接地 或者说非常实际意义上 可以跟我们配合的人 人士和队友 还有就是我们在工作上 在生活的建立上 会变得更加稳定和踏实 这当中有很多 非常客观的 然后非常 呃 具有就是逻辑性啊 理性的这种规划 还有就是这个生活的规划 会渐渐被理顺 有些朋友跟你们共建生活的人 将来到你们的社界 这个人他给你带来的并不是一个 单纯只是承诺关系啊 浪漫关系罢了 也会给你带来生活当中 接下来的一个阶段 你们要去发展的 呃 可以说是一片事业 可以说是一片未来 可以说是组建你们的家庭 随着当中 有可能会被带来更多的人事物 比如说一些朋友 你们会建立 嗯 小家庭 然后你们的小家庭的基础上 有可能会 天心成员 有可能你们会 养的新的宠物 或者说你们会和家人一起去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也有些朋友 你们会结束一个独居的 单身的阶段 你们会迎来生活当中 比较美好的伴侣啊 以及这当中 衍生出来的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家庭的关系 以及共同建造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给我们的礼物 我觉得是包含生意的 首先在情感上 或者说在亲密关系和合作上 包含了一些朋友 在生意的这个合作规划上 都会出现不错的机会 那这个阶段其实是稳定的 很多计划和项目是可商榷的 未来的很多 很大的一部分发展 都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的 还有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理性 通过我们的思考 和通过我们的经验 通过我们的成熟和成长 去共同描绘它 所以也代表了 金币三号也代表了 共同建立信念 共同建立信仰 共同去商榷和建立一个体系 等等 我感觉到其实这份礼物 是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 稳定的事业和一个美好的小家庭 这个小家庭呢 不是指它的size小 或者说你们的能量小 而是本身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都是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当中美好的基底之一 当我们打好地基 我们才能够去建设这当中雄伟的艺术式的建筑 然后你们可以去发挥你们的创想 去共同商榷 我觉得这个蓝图就在你们的眼前 有各位朋友 这有可能是你的生意 你的创意 你未来的一个创造 你正在跟你的合伙人 以及同事或者说共有啊 去计划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远景 那我认为这个远景对于你们来讲 好像是已经被视觉化到眼前了 你们有可能手上已经有了图纸 你们有可能曾经亲眼的 或在梦中清零这样的一个场景和场面 你有可能在跟人商量着什么和做着什么 这个其实是你命运当中规划好的 金币三号 那下面呢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主牌啊 我们的Tarot来看一下这一份 OK 我们的这份礼物是什么 嗯 诶 第一张我们就看到Six of Swords 宝剑的六号 这边有没有有三个人物在当中啊 好 第二张The Charot 诶 有没有啊 这边也是一对夫妻 然后呃 共同 共同簇拥着他们的baby正在接受 有可能是洗礼或者说是呃 众人的祝福好吗 但但这是一张战车牌啊 这套卡牌其实也是比较别致和特殊的 对 他不是一个恋人牌 是一张战车牌 很有趣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啊 有些朋友你们是三口之家吗 嗯 看一下啊 或者你们即将要呃 经营这个三口之家的局面啊 还有权杖十号 那我们再抽一下这个卡牌 再告诉我们什么 嗯 Ten of Pentacles 金币十号 好 我们再抽一张 我们的礼物是什么 The World 世界牌 好 很有趣耶 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即将建建立和打造一个家庭 或者说你们将要 你们有一个baby啊 比如这是你的创意啊 创造啊 这是你梦想的一个蓝图啊 这当中有你美好的家人 有你的产业 有你在建立的稳定的一种生活 啊丰盛的生活状态等等 都正在被宇宙构建吧 可以说被宇宙传送到你的世界 因为这边世界牌的另外 其实代表了很多朋友 本身你有这样的一个种子 在你的意识深处 或者说在你的灵魂深处 不管是不是我们独自在这个三维星球漂流 还是说我们要在成年的阶段 呃独自去经历一些什么 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本身是有 家人的啊 这个family的概念 在你的灵魂深处其实是比较深刻的 紧接着有些朋友呢 家人也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根基和保护伞 还有就是你们的港湾 因此你们有可能会和家人建立比较深刻的连结 呃家人也是会给你们提供 很大能量的一个精神上的医术 和养分 我们看到两个十号牌啊 这是第一个状态和能量 当然一些朋友过去是当然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好的消息 很多朋友你们会得到 呃美丽的契约关系啊 会进入承诺呀 婚姻关系啊 或者说会打造一个幸福的 我们看到明显的三口之家 未来也会变成人丁兴旺的一个家族 所以有很不少朋友 如果你们当下 嗯还在一个正在等待美好的恋情 或者说正在去连接你们的对象 打造幸福生活的一个阶段 那真是一个很非常好的消息 在这个三维事业当中 已经有了你们幸福生活的记号 你们即将要进入这样一个美好的旅程 权杖时候代表的是责任感 我们可以看到在雪天 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啊 猫咪啊走到一起 我们正在为这个火光添柴 很多朋友我感受到 其实你们当下有可能在面临着一些 不管是事业上 还是人生成长上的一些压力 但是可喜的就是 你们的生活当中是有这个彩虹的 有这个miracle奇迹 啊不少的朋友我认为 如果你们在期待成为父亲母亲 或期待证源的话 这全部都是一个yes对的信号 还有就是你们 在意料之外 有些朋友可能是意料之外 你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状态了 这个生活状态当中 你有可能要和周围的灵魂和人多加配合 嗯 我认为有些朋友 这是你们有可能期待已久的 还有就是宇宙在 呃当下对你的回应是 希望你们可以更充盈的 更富足的 更美好的 甚至更温馨的去经营你3D事业的生活 你会有一个温馨的家 你会有一个美好的家园 你会有一个值得这一世 回忆的美好的记忆和旅途 嗯 然后有些朋友 我觉得 未来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家人 其实是对你至关重要的人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显化 许愿 或者说在冥想当中 也去连结你未来的家人 你未来的另外一半 你未来的小孩 OK 你未来的 呃 美好的家族啊 因为这个家族 其实也是你们背后灵魂家族 正在投射出来的能量 所以来到你们事业的人 我认为首先是跟你们约定好 你们是有这个 呃 契约关系的啊 就是说你的证源将会到来 还有就是对方和你会各负 各自负担起这个生命当中的 所谓的职责 所谓的重任 和所谓的一些甜蜜的负担 因此其实在未来的一个阶段 很多低富败的朋友 你们即将要跨入一个人生 嗯 可以说稳定 又更加稳定啊 幸福又多加幸福的这一个 呃 翻倍幸福的阶段 然后我觉得很多朋友 你们的体量也在提升 比如说你们生命的承载能力 你们财富的这个值 或者说你们丰盛的这个能量状态都在提升 所以因为你们在连结的生命更多了 你们在连结的灵魂更多了 你们共同显化的能量更强了 你们会遵循你们灵魂的呃意愿 然后去进入这个美好的旅途当中 所以呢我觉得在不管是财富上 还是不管是机遇上 你们都会相互的去负担 相互的去陪伴 以及给予彼此很重要的支持 很多朋友我认为这是你的神圣伴侣啊 即将出现了 或者说目前你周围有这样的神圣伴侣 已经在一个稳定关系的话 你们将会建立美好的家庭 也会迎来新的生命 还有就是呃 这是你们的祖先对你们最高的祝福 当然这也是你们的 可以说是你们的福报 也是你们家族的福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 送给第一副组牌的朋友 那在事业上也将会呃 更加扎根你们的根基 你们会更进一步 还有就是你们会负担起 有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些责任 但对于你们来说 这仿佛也是生命非常 快乐 然后非常具有重量的 具有价值的一部分 非常美好 很喜爱第一副牌 对我们能量非常的温馨 那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的第二张牌 我们看到的是 King of Source 宝剑国王牌 我们看到是个蒙面武士啊 宝剑的国王 好 我们这边有看到 飞鸟还有蝴蝶的形象在这当中 我们看一下 建议首先在这一张卡牌当中看到你是这件事情的引领者 我们看到这边是金币三号 有可能大家是一个团队的成员 但这边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BOSS 一个引领者上司的形象 所以有不少朋友你们在未来是引领这场转变的人 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你们在当下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未来了 你们会为自己 我认为是显化和视觉化这个美好的旅途 所以呢 你们可以去大胆的下order 你们可以去下订单 让宇宙去跟随你们的信号 完成这一场显化 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会为你们的人生首先是鼓掌吧 还有就是你们会为你们的人生感到满足 也会为此而感受到欣慰的 那其实宝剑国王也是一个经历和学习的卡牌 有可能也是我们的指导灵和祖先以及大天使 在帮助我们去展出一些负面能量 非常理智 运用智慧的去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 你们将会变成比较专业的人士 还有就是这个旅途也是一样 我看到是你们是有所指的 你们在所指的这个方位 其实是美好的显化 还是一样 你们在之前许愿的 期待的下的订单 已经在达成了 好这是宇宙给予大家一个信息啊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份礼物的内容是什么 特别一些朋友 如果你们当下还在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的话 你们不是孤单的 这边我们看到圣杯十号 好多十号牌哦 权杖十号金币十号圣杯十号 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Five of Wands 全战五号 看一下建议是什么 我们飞出来是宝剑七号 这边我们看到啊 我们就用这一张 因为我们已经肉眼可见了啊 宝剑九号 9 of course 你再抽一张张卡牌飞出来 嗯 然后我们看到是7 of Pentacles 然后刚刚也飞出来一张 国王牌呀 Emper 8 of Pentacles 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啊 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当下有可能对待这个事件 或者说未来将发生的这些可能性 有一点彷徨 或者说你们其实本身拥有过非常美好的一些什么 比如说一些朋友可能刚刚离开一个公司 刚刚离开一个事业 刚刚离开一个感情等等 建议牌代表了 你们需要保持你们内在的觉知和警醒 你们需要去真正整理的是内在的能量状态 因为本身你们的心知所想就是你们外在的显化 我看到一些朋友 你们有可能面对了很复杂的 纷繁的人际关系以及竞争的困扰 还有些朋友 其实你们根本都不大相信 有可能你们的果实即将成熟 有可能宇宙当下呢 非常需要你们在某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位置吧 完成你们的工作 完成你们的休息 休息等等都算 不过啊 这个时间点就即将来临 你们的转运 或者说你们的世界出现能量 出现阳光 出现power啊 出现力量的时间点即将出现 我们看一下时间在什么时候啊 tower 我看到是突如其来的机会啊 king of source 又是宝剑国王吗 这边我们出现是权杖国王啊 好 首先在星座上 风向 土向啊 然后还有个别朋友是火象的风向 水平双子天平 然后看到摩羯 金牛 处女 然后这边有巨蟹座 各位朋友身上有火象星座啊 或是你们星盘当中是有的 我看到 祖先已经为你制定好了一切 你们的一些负面的压力 负面的一些 可以说是业力上的状态 被清理了 被净化了 然后你们未来的一个障碍被扫除了 所以保持你们的觉知 打开你们的三眼轮 你们会更快的感受到风向已经在变化 你在这些风向当中 不再只是在 匮乏艰难的环境当中在面临什么 相反 其实已经到了你即将采摘的季节 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 你们内心中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苦楚和困扰 或者说你们想要快速去释放着什么 不过我觉得你们背后有着非常 能量强大的祖先和指导灵 在帮助你们去快速完成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不过这个 不管这个转变对于你们来讲啊 主观意义上来讲这是什么 比如说这是失去这是失败 这是我不得不要面对的 在不遥远的未来 你们即将得到采摘果实的机会 也就是说你们的灵魂之树呢 现在正在发芽 现在正在去茁壮的成长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催促你们去离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塔白很特别啊 这边有雷电啊 然后这边的这只鸟在离朝的过程当中遇遇了雷电 但是他也在蜕变成为凤凰啊 红色的色彩 还有一些在后边 就是说你们当下有可能突然经历了一些什么 但这也是在催促你们啊 国王牌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代表的是祖先 代表是我们背后更高维度的守护灵指导灵 或者说我们家族的灵魂 那在这边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家族的灵魂在守护你们 还有就是你们即将被引导到一个真正的丰盛而有能量的路途上去 这个队的人 这个队的机会都在这个路上等待着你们 因此Ace of Wands 全杖一号的逆位 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当下其实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前行的 但是我们的牌底看到的卡牌是全杖四号将会有人跟你携手前行 将会 你将会在未来的旅途当中看到跟你相辅相成的人 保持这个觉知这是你的灵魂 蓝图当中签下的契约 Tank of Swords 我们看到四张十号牌啊 某一个阶段已经结束 彻底的结束 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不要停留在一个旧的阶段去伤怀感叹 你们需要快快速的修养生息 呃生息整理好你们的整体状态 特别是在这个日月时已经过了啊 当下我们还在水星逆行的过程里边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好吗 在五月下一个月开始 两到三个月期间 这个速度我认为是比较快的啊 很多朋友啊 个别的朋友这个是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之内 你们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的 这边我们毕竟出现塔牌啊 这个脱胎换骨的转变是在你的内在 以及外在会全部形成的 然后不管你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创伤 你们的这个创面的复合修复将会非常快 而且啊 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以运用能量可以自用自由自在运用你们的活力 你们的创造能力和你们的魔法的新的自己 所以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身上有着非常跟你们的祖先相似的一部分 就是源源不断的生命的能力和对待家族的爱 对待这个世界的爱 你们非常爱这个三维的星球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业力的问题啊 你们当下还需要去进行一些学习和修整 才在之前有可能有一点脚步凌乱 但是这一份礼物我觉得它非常贵重 一定要在对的时间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可以呃 我们才可以承接住它 接得住它 还有就珍惜它 所以我看到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美好时光和充满能量权威的时间即将到来了 你们生命要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时期并不是说像花期一样短暂 而是它会跟着你的生命的火光 跟着你灵魂的能量啊 然后逐渐的逐渐的蔓延 然后你们会在未来越来越多的感受到 你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之前的某一种修正和啊 不一定说是修正啊 不一定说是整理 但它一定是一个修行 不光我们在改变什么 我们在呃 我们的某一个部分有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甚至我们的某一种性格习性正在消失 但这从来都不是你们在变成什么样子 相反的 其实是你们在离开呃 非常小孩的天然的一个阶段 在进入这个三国事业当中 必定要去呃 经历的感知上面的一种培养 一些朋友我认为你们在经济上财富上 比较萧瑟的缺乏能量的 挫败的一个阶段即将过去了 还有就是你们的内心丰盛 会引发外在的丰盛 所以这一切呢 也即将随着你们能量的完整而真正到来 然后它会蔓延你的一生 我认为这是非常长的一份 很像是终身保险一样的礼物啊 送给第一部牌的朋友 嗯 我认为第一部牌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相信祖先极其的爱你们 还有就是你们没有被遗忘 你们不是失落的掉队的灵魂 只是在当下你们需要在呃 暴风雪天啊 或者说这个天气也好 自然状态也好 并不良好的时间去保护好你们的能量 去规避更多的灾难 然后我觉得其实第一部牌的朋友 你们本身身上会有一种感知力啊 本身你们的感知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更好的去运用你们的感知力 在未来会帮助你们去打开更多的新的大门啊 有一些朋友你们在未来会成为非常不错的 领军人物啊 然后或者说上司啊 主管或者说是教师啊 我认为一些朋友你们会成为非常好的老师 然后带胆去做梦啊 有些朋友最近的梦境会告诉你们很多信息 也会帮你们去洗礼掉一些关于家族的 关于儿时的一些旧有的失落的能量和失落的 嗯 就是说经历吧 不能说完全是回忆啊 有些是回忆 有些是前世经历 最近有可能一些朋友有噩梦 这个都是一个业力的平复啊 和一个修复的过程 千万不要担心 最后看一下祖先在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啊 看一下我们的指引牌 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祖先 起码你们的祖先以及你们啊 都是老灵魂的代表之一啊 然后有些朋友你们的祖先是将军 有一些祖先你们将军是国王公爵 嗯 战神呢大将之类的啊 所以其实在呃 知道灵的指引当中 我们可以首先看到一张萨满能量啊 嗯 trusting higher forces 啊相信更高的能量 有不少朋友本身你们的家族有可能跟萨满有有缘 还有就是你们其实本身有没有这两个都是头顶轮非常打开 有没有这三颗牌都非常像啊 还有就是你们家族的神圣阳性能量啊 男性能量男性祖先 当下最近这个阶段在很大程度的敲响灵魂之骨 正在引发你们的觉醒 然后你们是 你们是充盈的富足的甚至是胜利的一族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灵魂的尊贵 然后你灵魂的质量以及你灵魂要投奔的方向 我看到其实你们的指导灵非常保护你们 就是在你们的身后 哪怕一些朋友会说我没有感受到我非常的超级超级幸运等等啊 但是我感受到在当下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本身就在天然的被神圣的尊贵的 而且有可以说是有年岁啊 有着历史和时间厚重感的能量在保护 大地之灵在保护你们 第二点我们看到是stress力量牌 这个力量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头顶轮 我们可以去连接到 可以说是我们头顶轮是有重量的 它很像是我们正在去连接的智慧 我们在去眷客的阿卡西资料 我们在去眷客的阿莱耶什 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啊 重要的一个记载体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颗水晶石等等等等 所以第一副牌都有你们的力量 首先也来自于你们的智慧 有不少朋友我认为你们的思考和思维方式是非常活跃的 然后非常聪明 以及你们其实是会有很充分的想象力 但有的时候你们的承压能力 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会受到周围人事物的一些牵扯 一些影响和波及 有的时候你们会过于悲观 因为你们并不是完全的敏感体制 但是在气场这一方面 很多时候你们会因为环境 特别是最近我们的日时月时啊 大地磁暴的影响而感受到更多的 不管是跟三维星球的全体人类进行一个共业也好 共振也罢 这其实本身都是你们目前感知的由来 也是你们力量的由来 当然了这个供业当中有善业啊 善业也会很大的波及和影响到你们 让你们感受到光和力量爱美好和归属感 但如果是负面的业力的话 你们会感受的是悲天悯人呢 是伤怀 是不安全感 或者是你们会更多的 为周围人 而想要变得更加强大 想要去进行保护 你们本身的灵魂非常有能量 你们一般的显化非常的灵 还有就是感知力非常的灵 在你们头顶上方有指导灵 在给你们很多信息 所以你们要相信啊 你们看的地方 你们朝向的这个远方 就是你们力量的源泉 还有就是你们永远都不会掉队 因为灵魂的家族 有可能这是一个遥远的 失落的文明 有可能这是一个 我们记得记不得的 翻到历史 有可能会看不见的 一些背后的 非常尊贵的灵魂 我认为你们是这其中的一员 还有就是祖先在 召唤你们觉醒和回家 回家不一定是我们要搬到哪里 我们一定要去跟他们连结 通话和做出什么 去经营好你们的人生 去将你们的DNA 或者将你们的智慧传承下来 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 你们将会拥有非常丰盛和幸福的人生 这是宇宙以及祖先在保护大家 以及为大家保证的 这就是这一份礼物的重量了 我看到有些朋友啊 因为这是一份礼物 我看到你们将会得到一个智慧 这个智慧有可能还是一样 不管是来自于经典啊 卷宗啊 它是一门技术 它是一门文明 它是一个灵性能量 都可以 你们将会得到这个信息 注意最近的梦境 还有就是注意鸟类 注意羽毛 还有蝴蝶等等啊 在你们周围有这样的光斑 在不断的提醒你们 是对的时间了 你们拥有了新的铠甲 你们可以重新的去造梦 和去精确的啊 精确的或者说 积极的显化你们未来的梦想 我看到其实 你们的灵魂家族 有更多的人想跟你们连结 所以在未来有可能 你们真的会遇见灵魂伴侣啊 更多的灵魂伴侣 以及拥有更好的一个 可以说是生活的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的空间 或者说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职场氛围 或者说我们在生活的环境 将会变得越来越有爱 有善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高维度的生活状态 如果能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将 或者说你们即将降临到 五维度的地球 你们即将去合一 五维度的地球 所以五维度的状态 就是如此的 然后 不管经历过什么 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没有落后 然后坚持会帮助你们 向前 更加 在内心当中也好 在行动当中也罢 更加坚定一步 然后朝着你们的 显化的方向 直直走去 大胆走去 大胆去走 你们会发现 一定会有人在这个路途上 等待你们的 好 这就是宇宙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啊 嗯 好 非常的祝福第一副组牌的朋友 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 能量也是非常的厚重 然后非常的温暖 以及非常的落地有生的啊 有这样的一种承诺的感觉 你们的灵魂被承诺了 你们一定会达成你们想要的幸福 还有就是在这条路上 你们也一定不是孤单的 你们会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你们会去帮助和引导到更多的人 祝福第一副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灵魂非常的尊贵 然后也在这里呢 对大家灵魂致敬 然后希望在未来这个阶段 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得到需要的这个智慧和保护的同时 也将它更美好的 更有能量的传递到你周围的生活的磁场当中去 去散发你的一个正面的能量和正面的信念 无维度的地球需要你们好吗 好的 那我们第一副组牌就看到这里 非常感恩跟大家敬意的连结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我们第二副组牌 一颗绿色天然石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 在此啊 接收宇宙的一份礼物以及建议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卡牌 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以及能量 好 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 对应一颗绿色水晶石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神谕卡 Oracle有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水晶鞋 水晶高跟鞋 Crystal Sea Little Hills 好 第16号啊 Korystaru no Ha Heel 水晶的高跟鞋 有一些朋友啊 我觉得最近宇宙希望大家有可能在外表上 在外貌上 引发一些转变改变 甚至很多第二副牌朋友你们正在 智力于变美 有可能一些朋友在瘦身 一些朋友在调整当下的健康 以及你们的体态 或者说在外貌上我们在进行一些改变 还有一些朋友啊 这张牌其实代表了我们个人身份和磁场的一个象征啊 气场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说你们愿意让自己一个新的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 有不少朋友啊 其实高跟鞋 我感受到 有一些朋友有可能最近想要送自己这样的一份礼物 或者说你们开始去注重内在建设的同时在外在的建设上 也开始投入能量和注意力关注了 我们看到水晶的高跟鞋 而且它是一个 这个高跟鞋的形态呢 看起来是优雅迷人以及性感的 有不少朋友你们最近在往这个方向 发生着很大的一个变化 宇宙也正在支持你们 去展现更加美好版本的你们 如果是阳性能量的朋友呢 最近你们的异性缘啊 各位朋友可能同性缘啊 桃花缘等等 也会变得非常好 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遇见 比较具有魅力的魅惑意义的对象 当然对于所有朋友来讲啊 其实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 宇宙给你们的这份礼物当中包含了美 包含了气场上的成长 瑞变 也包含了一定诱惑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在童话故事当中也听到水晶鞋的故事啊 我们的王子通过水晶鞋再去辨识寻找灰姑娘 所以有可能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手上也有这样的一只水晶高跟鞋 不管男孩子女孩子 你们也在通过这个信息去寻找 跟你们有连结 有缘分 甚至是跟你们有契约关系的人 我看到这是一种等待 或者说这是一种在情感关系当中的精挑细选 一样啊 我们买鞋子我们也知道 合不合我们的尺码 合不合我们的状态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因此这张牌其实背后有很多 对于我们来讲需要去深刻思考和感受的啊 感受非常重要 体感非常重要 感受的意味 非常奇妙的一族能量 那非常好的消息就是这些朋友 我认为你们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桃花源 人员会被打开 还有就是通过你们外在的建设 你们会很好的经营你们的公众形象 你们也有可能正在往这个方向去逐渐的发展和成长 以及偏移 宇宙也在告诉我们啊 就是在三文世界当中 我们可以说有这个色兽想行识啊 我们可以眼见很多 我们可以触摸嗅到很多 但这些呢 是我们的这个六感 也是连接我们六根的一部分 一切都是我们的处源 也一样是我们的心知显化 所以我们既向往美啊 也不要被美 或者说被某一种美好的事物 所困惑 迷惑 诱惑和困住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看到16号 这是一个学习和我们内在 在通过成长和转变 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 这是一个实践类的学习啊 在三文世界里面 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啊 宇宙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是什么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牌啊 Terry陶罗牌给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看到是圣杯的4号 Full of Cups 第二组牌的卡牌其实非常神奇 我们看到这个有没有 哎我们的这个女神也好啊 或者说有点像影视精神的 一位少女啊 站在开花的山巒上 那她的脚下有三只圣杯 但是她并不想争选 她并不想选择这些圣杯 宇宙又拖来了一只圣杯到她眼前 不过我们看到她的眼神啊 一个不置可否的状态 一个不知是否选择 甚至内心比较疲惫 或者说她的神识 正在进行另一个方面的转化 她并没有完全对这个杯子 着色 着像 所以有可能她在感受 这是不是她的心之所向 是不是她想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卡牌当中呢 Full of Cups 它的 可以说是构图不太一样啊 我们的这个人物牌 它站在有高度的一个山巒上 它的脚下是开花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个能量场 它并不是一个在我们传统塔罗牌当中 坐在树下的 百无聊赖的 不知道如果选择的一个状况 有可能在内心深处 好 这个人物 这个灵魂 已经知道什么是她所偏向 什么是她所想要的了 所以有可能这也代表了不受诱惑 那这份礼物是什么啊 这一定是一份 我们看到圣杯嘛 也像是一个圣杯一号一样啊 我看到这有可能是一份感情 是一个邀约 是一个offer 有可能是一个承诺 是一个告白 有可能是一个机会啊 来自于友人的 来自于家人的 甚至是工作上的一个机会 宇宙把一个机会 送到你的眼前 第二个牌的朋友 因为它也是一只完好的 美丽的圣杯 就像这一只美丽的水晶鞋一样 需要第二个牌的朋友 来甄别和判断一下 这是不是你的心之所向 还有些朋友 是你在意想之外 在你等待 在你有可能还没有一个 内心决断的过程当中 属于你的机会 已经到来了 这有可能是感情的机会 有可能是爱你的人 有可能是事业的机会 以及想要去跟你合作连结的人 这个机会已经到来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花的山岗 感受到时机 充盈啊 你也站在了一个高度 甚至是一个山顶之上 所以如果在之前一个阶段 你们在修养生息啊 你们在调整 你们在显化 你们有可能还在去等待 和观察机会 观察如何去处理一些事件 好 这个事件的解决方法 这个新的大门 或者说这个人事物啊 可以配合你的人事物已经到来 这是给予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的这份礼物啊 那这份礼物它不是圣杯一号 不是圣杯七号 它是圣杯的四号 所以四号其实代表的是需要稳定性 需要静待啊 也需要通过短时间的一个能量的积蓄 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阶段的等待 来让我们进行判断 也让这件事情发生了 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 你们的这个等待是需要付出耐心的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carat 塔罗牌 我们洗牌一下 看一下具体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来拆开一下 Ace of Source 宝剑一号的逆位 具体的这一份礼物是什么呢 Magician 好 魔术师牌哦 你看我们魔术师的前方也有一把 好 美丽的宝剑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权杖啊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Ace of Wands 权杖一号 然后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 Five of Cups 好 我们这张卡牌也想飞出来啊 刚刚本来想收回 金币三号 OK Third of Pentacles 金币三号 第二个牌的朋友 你们曾经在某一个阶段 投下过这个种子 这是你许过的愿望 这是一个因啊 就是因不一定说是完全我们新的愿望的投射 在宇宙当中有这个因缘嘛 有这个因果嘛 这之前是一个因存在 嗯 所以我看到啊 当你去进行显化 当你去连结 甚至我们看到全宝剑一号和权杖一号的正位 在上一个季度 就是半年之前 对上一个季度啊 秋季 嗯 南半球来讲的话就是春季哦 嗯 你们曾经放弃过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事情 它会卷土重来重新给予你机会 但我们这边看到一张圣碑五号啊 就是当这个机会啊 这个offer啊 或这个事情重新通顺的时候 你们却会有一种畅然若失的感觉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灵魂在进化了啊 进化 在成长 在发展 在提升 扬升 所以你们并不确定这个机会 或者这个人是否依旧是你想要的 Magician魔术师牌啊 这张牌其实能量非常强大 这代表了本身你的心之所向 和你能量的提高 引发了这外界一切的变动 所以我看到首先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们没有放弃 或者说你们有可能选择了一个断舍离啊 你们选择做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 而这个判断会带来一系列的 你的人生的成长 以及变化和瑞变 然后对待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 这其实是一份宇宙给你们的礼物 是你的能量 能力 魅力 所匹配的一个证明 我看到这份礼物 对待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呢 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 但也有一点 百感交集 比如说他不是在你动机最强烈 最想要的时候出现的 打一个比较明确的比方啊 我敢说到第二排的朋友 如果这是一个感情关系的话 你曾经拒绝过的人或拒绝你的人 有可能在未来这个阶段 或最近这个阶段 他就已经重新的出现在你世界了 有可能他会重新的焕发出某一种动力 对待这个关系投射出某一种希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圣杯四号 这边是圣杯五号啊 又加了一只圣杯 第二排的朋友你们不知道 这种得而复失的这种感受 对待你来讲是什么 你们会观看内心中的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通过对方 通过外在来召见你内心的一个过程 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人物旁边依旧啊 圣杯五号嘛 有两只圣杯 也就是说希望 能量 或者说等待依旧在持续 这个里边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一种情绪上的失落 和客观意义上来讲 希望的存在 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一直在等待的情感offer 或者说对于你们来讲 人生的真爱啊 正缘啊等等啊 或对你们真正可以敞开心门 投射出爱意的人 投射出关注的人 他马上就要到来了 还有不少朋友 我觉得你们会结束一个 在情感上比较灰暗的 或者说失落的 内心孤独悲伤的一个阶段 不管你们和外在连接是什么样 你们是否有亲密关系 你们是否当下 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之内啊 就是人生当中 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内心中的一些忧伤 会被排解和排遣 然后宇宙希望通过这个人事物 让你感受到 其实第二排的朋友 宇宙在不断地给予你 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机会 去调动你的注意力和反应能力 去尝试着去测试一下 你们到底喜爱的是什么 什么可以帮助你发生 这个美好的转变 你们也需要拉自己一把 尤其是内心当中 有一些忧郁的朋友啊 紧接着如果这是一个工作 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特别是在具体到半年之前 比如说放弃也好 失败挫折 或者说啊 被放弃等等 这个能量如果出现的话 你们会显化出一个 全新的机会给自己 而这个机会对待你们来说呢 首先是来之不易的 但同时呢 有可能是 你们内心当中 依旧会犹豫 到底是不是要去追求的 宇宙的希望是 我们看到这张金币三号牌 也非常神奇啊 请接下它 请接下这份礼物 这卡牌给我一种三顾茅庐啊 然后 齐请精英出山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第三副 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是否要去接下这把宝剑 走上这个战场 重新成为你的这个常胜将军啊 要与不要 这个选择权当然在你们的手上 所以我看到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果 有一些第二排的朋友会接 有些第二排的朋友会继续等待 继续选择 这是宇宙给予你们的自由的 一个就是option 或者options啊 一些自由的选择 你们有无限的自由和权利去选择你们想要的 嗯 那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要有一种觉知性 你们要理解 这一切其实是你显化出来的 本身这些选择 或者说这些可能性 以及这些变动 也是因为你当下的能量场在转动 我们看到魔术师啊 我认为是随着你的能量来到你的世界的 所以不管你们内心当中 有没有一些偏差感 失落 或者说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有可能宇宙在鼓励你 需要用一种更加明确 透明的态度 来面对真实的你 答案其实在你的深处啊 我们看到这个答案在哪里 在这个镜子里边 在你的内心深处 所以这有可能是帮助第二副牌的朋友去了解自己 深度挖掘自己的过程 一样 如果这是一个感情offer的话 你们也有无限的选择权 你们不需要因为谁的期望 期待 美好的愿望 去必须要承接什么 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你们是自由的 紧接着也是一样的 你们也不需要因为其他人对于你们 过度的渴求 过度的批评吧 批判吧 可以说是判断啊 这个也算啊 然后去委屈自己 这一切都是平衡的 还有就是随着你们的显化 机会是无限的 我看到你们也会继续去显化 或者说不断的去挑选跟你的能量相匹配的机会 因此不管是感情上 事业上 还是人生重大选择上 你们拥有这个判断权 宇宙为什么把这份礼物给你 还是一样需要你去召见内心中真实的自己 有可能一开始我们会迷茫 宇宙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还是说宇宙需要我们做什么选择吗 这个答案就在第二个牌的朋友你们的心里 我认为你们知道 什么是你们 起码当下什么 你们知道什么是你们不想要的 如果说什么是你们想要的 通过这份礼物 你们一定会明确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如何去展开你们魔术师的能量 你们是否愿意重新出山 或者重新去进入一个感情连结 你们是否愿意去动用你们的智慧 和这个power去吸引属于你们的未来 如果前一段时间是灵魂的暗夜也好 灵魂的黎明也罢 那灵魂的朝阳就已经升起了 我们可以看到魔术师牌 所以未来是由你所定的 未来在你的能量掌控范围当中 好 是这样的一份礼物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看建议牌抽的是 Ace of Cups 逆位的圣杯一号 这是圣杯有没有很美 让我们看 这个珍珠手链吗 和白水银手链也很漂亮 好 我们欣赏一下 鉴赏一下 非常美丽的卡牌 Ace of Cups 逆位的啊 建议代表什么 不要意气用事和情感用事 你们需要理性 因为我们看到几张一号牌 宝剑一号 权杖一号 圣杯一号 我认为还是一样 第一副牌的 第二排 你们的机会其实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一号牌啊 你的机会和力量都是无限的 所以在这些一号牌当中啊 我们刚刚口误有说到第一组啊 有可能一些朋友选到第一组 你们在当下的这个时节 如果想要去接 接收也罢 接受也好 你们都可以无条件的去接受 但是你们的承载量和能量场 本身在当下是有限的 你们非常需要去疏导 当下一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很多朋友啊 在你们状态良善的时候 去接受这些机会 或者说接受你们的感受 其他这些情绪都是可以的 当你们无法承受的时候 不需要情绪用事和意气用事 你们可以放弃的 所以这边那个圣杯一号牌的意思就是 释放你们啊 这生杯一把杯子倒过来 什么水会流出来 释放你们内在的情绪 压力 以及过度的啊 敏感的感性的判断方式 你们需要理性来面对这一切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度集中的练习 那连接我们的主牌 比如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 情感机会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 这是一个让你看到无限可能的机会 但是我们在这个机会面前 是否心有动摇 我们是否能够去真正的定在和停留在 我们本身的意念上 我们本身的感受上 我们是否会把抱持我们的初心不做改变 不是让我们做一个顽固人啊 不是让我们做一个老顽固啊 我们一直都不去看外界的机会 而是你们非常需要去释放过去的情感 情绪和经历 给你们带来的种种痕迹 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甚至未来每一个机会都是新的 跟过去没有任何的瓜葛 没有任何的交集 甚至它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你们如果用一样的方法去显化和连接它 只会让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的进行一个循环 所以在建议上 其实圣杯一号也代表了 你们有选择的权利 你们有选择权利去选择放弃 选择经营 但是一定不要情感意气用事 你们需要通过行动和理性的判断 来看待这一切 还有就如果这是一个诱惑的话 这是一个temptation 这是一个诱惑 这是一个有可能让你看到 很多比如说这种望眉止渴的 画大饼的机会等等 第二个牌的朋友 你们需要去摸清楚 摸透一下这当中的脉络是什么 不管这是一个人 他是不是只是一个须有其表的人 还说这是一个工作机会 这是一个合同 这是一个合作 它的内容 它的细则是什么 我看到第二个牌的朋友 其实你们非常的聪明聪慧 甚至做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有方法的 你们是非常有天赋的人 但很多时候你们会被情啊 这个情不一定是感情 有可能是友情 亲情 有可能是你们内在的情绪所困扰 你们会被情所困 所以一般这个情来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个会偶尔干扰到你们 偶尔去通过这个情绪来抓住你们的 一个障碍选项 一个障碍项 所以排除这个情的障碍 你们才会更加轻盈 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身上是水大 就是水很多 而且这个水是非常需要去释放的 因为我们看到圣杯四圣杯五和圣杯一 这代表着你们当下内在的心情非常需要疏离 有可能你们的心轮啊 你们的能量场当中的某一个部分 当下有点被阻碍到 被堵塞到 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其实对于第二排的朋友来讲 宇宙给予的这个建议 非常需要被珍贵的采纳 而且在人生的很多节点当中 你们都需要把它当成某一个重要的参照条件 或者说啊 一个就是座右鸣之一 好吗 起码我们第二排的朋友考虑一下 好 我们细 我们就是说细节一下 看一下这个建议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说的有点太抽象 我们看一下 细节方面是什么样的呢 宇宙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样的 这一份礼物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份建议 我们在学些什么 The World 世界排 好我们看到这个 权杖丝毫 Full of Wands 然后这边我们又飞出来一张 Death 死神牌 看一下建议 Ten of Cups 这边又飞出来一张什么 Star 星星牌 哇 第二副牌的朋友 很好的卡牌 在建议上来讲 你们的灵魂 非常非常受到尊重 疼爱和保护 宇宙认为你们值得美好的一切 就是你们不能将就 你们不能在某一个阶段就选择将就 因为你们值得圆满 美好 当然这个圆满并不代表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起码 给你的选项 宇宙给你的未来的发展 宇宙给你的情感 给你的事业 都是最好的一个offer 你们是可以创造的 所以当下我们看到圣杯四圣杯五 就是如果打一个比方 这个约会对象也罢 这个工作机会也罢 或者说让你有点将就的一些人际关系也罢 你们都不需要将就 你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能量 去超越一些上一世的 或者说旧有的 过去的 童年的给你带来的一些阴影和压力 因为你已经 魔术师和星星牌 你已经觉醒了 你已经向前走了 并且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过你的显化 充满了更高的能量 所以会有更高能量的人事物跟你匹配 因此第二个牌的朋友 为什么这个礼物 一只高跟鞋 或者说这是一个 有点让我们 犹豫纠结或者无所适从的一个选项 或者是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 喜欢你的人 你有可能也会有点欣赏他 但是你并不确定这个人他对不对 于是来告诉你的就是你值得 你的灵魂认为 就是说最肯定最确定的选项 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在你身边 因此当下这个迷惑性的机会 这个迷惑性的事件 或这个迷惑性让你们有一点进退两难的局面 本身也是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在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需要 大胆的对自己和对宇宙 如果这是你喜欢的你可以去接收 如果这是你不喜欢的 你完全可以 跟宇宙下更高的order 就是说我需要的是更好的 我需要的有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那样的 跟我更加符合的 一个能量状态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牌 其实也代表了感情的圆满 如果是在看证源 在等待美好情感机会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尝试跟这些人连接一下 保健三代表了 可以去接 接与不接 sorry 金币三号 或者说金币三号本身是一个沟通的 然后理解的 或者说商量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但如果这并不是你需要的 不需要勉强 不需要将就自己 因为你本身就值得最好的 这个人世间 这个宇宙间最好的 还有就是你们在找一个人嘛 有些比如你们在等一个人啊 你的神圣伴侣 你的灵魂伴侣 你前一世的伴侣啊 这边有死神牌的逆位 本身这条路是引导你 重新的去进入这个 有可能是这个寻找他的过程 有可能是相互合一的过程 你们会拥有的 因为这是你的灵魂 跟宇宙之间的一个契约 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牌为什么 星星牌 我们看到一个 极有高能量啊 觉醒的灵魂 他在大步向前走 有没有 那我们的 就是最初的这张卡牌是什么 是站在这里 不知如何选择 所以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 当你确定这个选项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脱下你的这个长袍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展露 发光了自己 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向前去走了 所以如果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让你们停滞在当下 无从选择的话 这代表可能这不是你们想要的 好吗 那这份礼物呢 就送给大家 有些朋友会说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份礼物 因为这一份礼物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一份礼物 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前菜 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导引 让你来观察一下 这是不是你需要去学习 把握和判断 以及研修一下的 见习一下的 而在这个礼物之后 你们会真正的点燃自己 也真正的决定你们的人生 也真正的跟宇宙下完这个other之后 这一切会真正的发生 所以有可能一些朋友 你们在这个职业的进展过程当中 还有就是你们在 人生的选择岔路口 或者说一些朋友 你们当下还在青春的一个时间 一样 你会有无限的选择 永远都不屈从不将就 你们会拥有这个世间 还是一样 最美好最圆融的一切 不管是感情对象 我们看到圣碑时 美好的家庭 花好月圆 你和你的灵魂伴侣相聚在一起 还说你在开拓一个 丰盛的富足的 甚至是非常具有见知的 可以去引导一件事情发展的 自己 自我 紧接着就是你们是有创造力的 你们可以去通过你们的 心之所想和感受灵感 创造出你们想要去创造的 生活 事业 然后 或者说是人生的发展范围 你们都是可以去通过 你们的心之所想创造的 这又是宇宙当下在告诉我们的 第二副牌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很聪明聪慧啊 看到水星落座比较好的朋友啊 水星在义宫的一些朋友会出现 还有就是啊 在星座上来说 天蝎座水瓶座金牛座 狮子座啊 我看到这是固定星座的朋友会出现 一些朋友我认为在今年的 就是未来的两到四个月期间 你们应该会跨越这个选择困难的阶段 因为你们会真正的进行一个判断 这个显化其实是非常快的 所以不必担心啊 不必困扰啊 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接这个offer了 或者说我已经在这个感情当中了 也没有关系的 这有可能是你人生必经的经验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张一号牌 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你们需要去通过经历 然后判断和转折的 你们并没有选错啊 千万不要去苛责自己和 对待这件事情太过于刻板或者是情绪化 这两点都有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 会帮助大家变得更加圆满 也会帮大家去结缘 跟你们真正有缘的人事物 我认为你们的感情其实是好的好吗 事业也是一样 你们的合作机会也是非常好的 有可能只是好事在这之前要多磨一点 就像我们穿这个高跟鞋 有可能也要磨脚一样啊 我们会通过一种 某一种方式啊 进行一个美好的美丽的变化 然后这并不是变脚的 或者说让你们不喜爱的 我认为你们会选择和感受 你们喜爱的一切频率 并且去更大程度的享受它 以及显化它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的牌很神奇啊 有没有啊 有没有都是杯子啊 我这边看到三只啊 OK Dissernment 这是判断的一个意思啊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只杯子 我们的注视点在杯子上啊 OK Medicine Guardian OK Be open to healing information 所以说疗愈大天使啊 我看到是Raphael 有可能在你们的身边 Raphael大天使 在帮助你们去疗愈和净化你们的频率和磁场 而且在身心灵方面 你们有可能在连接更高的一个疗愈的信息 然后你们的心轮当下在被充盈和填满能量 当心轮充满能量的时候 你们会自信 你们会有爱 你们也会信任你们爱的判断 你们也会爱一切的经历 有些朋友你们的健康指数正在不断的提升 还有就是最近如果打算去进行某一些治疗啊 然后最近有可能打算去 比如说连接一些医师啊 用药的朋友 然后大天使Raphael在保护你们 我看到你们本身其实也是 对于一样啊 对于中药啊 医疗啊 然后草药啊 等等啊 或者营养啊 等等这个部分非常敏感的 Be open to healing information 所以说是有一些 治愈性的信息会来到你的世界 有可能在梦中 有可能你们突然在接触一个很有疗愈性的 不管是事件啊 还是说你们在听某一个疗愈性的音乐啊 你们有可能在接触疗愈性的小动物啊 自然啊等等 你们会用你们的方法去疗愈 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 你们跟水还挺有连接的 其实水向风向还是比较多的 在第二组当中 紧接着 我们看第二章啊 有没有啊 都是杯子啊 三对一 一三对一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我感觉很多朋友啊 我们其实注注能不一定这个数字 但这一定是你成长的一个最美好的机会 最重要的机会 diccerment 代表判断洞察力 我看到这三只杯子有没有朝向也不一样 他们的 呃 开口也不一样啊 很神奇的感受到这个杯子当中 其实他会有一个宇宙的频率 或者说是烟雾在缭绕 我认为他们在不同的维度 所以你们要通过不同的维度来判断一件事情啊 在你眼前的 你经历过的 你有可能正在去 看待的 但是不必多想 这个判断其实代表了你们有一个透视的 可以说透视眼吧 比如说三眼轮 或者说你们的感知能力会告诉你一切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首先你们可以完全的去规避掉一些 让你们不舒适的选项以及人事物 还有就是 当你们感受到这个事情应该放下的时候就是放下 当你们感受到你们应该疗愈自己的时候 就是集中注意力疗愈自己 宇宙会把疗愈的信息和这份礼物送到你们的身边 很多第二排的部分你们会变得 我们刚刚所讲更美丽更有魅力 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能量场的提升 面临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机会本身就很多 到我们能量高的时候就会拥有非常多的机会 所以这是因为你的能量提升被吸引而来的 你们不需要为你们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而感到纠结 或者说而感到沮丧啊等等啊 这个心态一定不需要有 你们需要让自己放平理性和用爱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切 无论你们在做什么 宇宙都会帮助你们去带着你们啊 引领你们走到一个更加美好圆融的未来 然后还要提醒一些第二副牌的朋友啊 我看到有对的人在未来等你 对的人在未来等你 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所以如果当下你们在感情里边有点纠结呀 或者说暧昧拉扯 对的人在未来等你 把这个信息给你们啊 有多么遥远的未来呢 具体到一些朋友也可能在未来的半年 半年到十个月当中它会出现 所以如果当段不段的朋友啊 Ace of Source 你们可以可以当即立断好吗 我说你们可以通过一些 转移你们整体能量和注意力到自身身上啊 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完成这个调整 宇宙在祝福和帮助你们好吗 有些朋友不要再沮丧了 不要流泪了 还有就是不要不要过度饮酒啊 嗯 然后出去吹吹风 你们的能量在未来一个阶段将会提升 好 这是给第二副牌的朋友的信息 非常感恩跟第二副牌的朋友进行连结啊 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 开心平安和幸福 一切都好 呃 然后也祝福大家完成我们内在最深层的一次疗愈和释放 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 一颗雪花石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域卡都已经抽好了 那今天要起来看的主题是 接收宇宙的一份礼物 以及礼物背后的建议和指引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 帮助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 得到需要的讯息 好 那对应这一颗雪花石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主牌Oracle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我们看到美丽盛放的花朵啊 和花朵的周围的 OK光 Fillings of Lovers 好 Hana no Kimochi 我们看到是23号牌 好 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首先我感受到你们最近 整体的一个能量状态在提升 这个能量状态代表了 比如说你们的健康 你们的精神的舒适和健康指数 以及你们最近其实开始拥有了一些机会 去进行内在的内观 还有就是星轮的能量场的梳理 我看到宇宙正在将很多很多疗愈的 不管是信号还是信息送到你们的世界 保证你们的花朵可以非常美丽的在对的时间绽放 第三副牌的朋友最近你们会变得温柔 你们有可能最近会变得圆容和耐心起来 因为你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更高的维度的爱以及美 我看到来自于五维度的 特别是精心的能量正在保护和加持第三副牌的朋友 让你们可以有可能通过跟植物啊 跟花朵花卉相连接 跟自然相连接 去得到很明显的疗愈气质的信息 你们周围有精灵 特别是离森林啊离公园啊等等比较近啊 最近曾经去看过花看过草的朋友啊 对然后有花的精灵 有森林的精灵 对你们进行的祝福 这是一个北半球花开的季节啊 我看到其实这个自然对于我们人类 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些灵魂的馈赠 其实是非常的伟大 然后非常的无私 以及充满了爱和活跃活泼的能量的 这种爱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悲悯 也不是一种沉重 相反的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简单和纯粹 我爱你 就是我爱你 然后这个宇宙 这个自然在对第三副牌的朋友说 我爱你 你像花朵一样正在绽放 你们也像花朵一样 正在无穷的去释放 你们对待这个生命 这个宇宙的爱的想象 第三副牌的朋友 最近你们可以去完成一个一轮心轮的疗愈啊 我感觉是心轮的疗愈 或者是能量场的整合 因此你们的整体状态 我们就说嘛 在身体上啊 在精神上会提升起来的 然后宇宙希望送给大家 首先是一份美丽的鲜花绽放一般的 好的心情和自然的频率 这本身就是你的频率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生活呀 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很多信息爆棚的啊 这样的一个磁场当中 有的时候会忘记 你本身就是美丽的花朵 或者说是美丽的 花卉 树木等等 嗯 跟你们有缘分的精灵 或者是灵魂呢 也非常容易在自然当中跟你们连接 好 首先我们看下这份礼物 是什么啊 我们抽到是 N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逆位的金币九号啊 首先这张牌其实比较值得我们看观看 值得我们去观察思考 金币九号本身代表的富足 充盈 物质上的丰盛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贵族 或是我们所说的单身贵族等等 正在享受它美好的物质世界 它的内心是充盈的 它的世界是充盈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美丽的孔雀在它的背后 好 这后面有可能有它的 呃 府邸呀 有它的庄园呢 然后有它的一片事业 产业和天地 张牌也代表了丰盛的积累和对的时间 一切都会被丰收 这张铠牌我们看到一只巨大的孔雀啊 背后的一个意涵其实代表了 尤其是反向的 嗯 代表了 我们其实在抛弃一些物质世界的虚荣 比较 或者说是贪婪物质世界欲望当中的 一些三维的 负面能量 负面的思考方式 观察方式 所以我觉得 九号的金币的逆位啊 代表的第三个牌的朋友 如果这是礼物的话 你们会重新注重你们的精神世界 你们会从三维 物质的一些实相 不管目前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动 又那些朋友你们也 呃 观看到了周遭的一些变化等等 你们会在这背后找到其中真实的意涵 你们会放弃比较 你们会注重心灵 你们会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健康 真正的繁荣 真正的富裕和滋养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要抛弃一切 我们不再去显化财富 我们不再去享受财富 而在这背后 更深的意涵就是 享受之后 我们也可以将它轻轻放下 或者说 把这件事情轻轻放下 它对我们来讲不是最至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个三维世界 刚刚从摩羯世代进入水平世代 我们在物质方面 我们在客观的三维实相当中 进行的体验 进行的研究 发掘 已经到达了一个极端的极点 对到达了一个 爆棚的点 所以我们在当下才面临着一些 比如说 业力的冲刷 我们在面临着一个灵性的回归 我们在打开我们所有 可以去打开的 重新连接这个世界的阀门 然后再重新观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第三张牌朋友 这是一份精神的礼物 当然了 为什么这张牌是逆位的 有很多朋友 首先这份精神的礼物 有可能来源于 你们物质世界的一些转折 也带给了你们一些思考 但还有一个能量 其实就是 你们有可能已经完成了 这一轮的 可以说是积累 充足 你们已经享受完了 一些三维事业当中 有趣的东西 那这样就足够了 对到第三个牌的朋友来讲 你们已然已经开始跨越 和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状态 你们在翻越维度 所以最近才会有一些 不平衡产生 但无疑其实在你们灵魂的根底上 你们本身就是富足的 充盈的 繁荣的 像花朵一般 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牌 其实对于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讲 是更加具有能量的一份好礼物 好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Terry塔罗牌 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礼物的细节是什么呢 或者说一些朋友 本身一些朋友会说 那我现在在物质和金钱上 我还是有顾虑有担忧的 我没有到达那种 哎呀进入大修行了 我要去放弃一切 这样的一个境界 没有关系啊 金币酒的另外代表了 当下这个你们面临的事件 就本身是一份礼物了 因为它不会再往下 比如说下滑了啊 因为金币酒 它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里边 你们在接受的这个课业 练习 或者说你们在学习 去转换你们的视野 视角 本身也是这个礼物 OK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礼物背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 更高程度的转折 我们首先看到是教皇牌的逆位 The Halfon Universe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张什么 Magician Universe 逆位的魔术师 第三张 King of Pentacles 好 这个牌比较明显啊 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 主动或被动的 不工作了 有可能一些朋友说 哎呀我面临失业了 或一些朋友 你们在离开一些过去一个阶段积累财富的方式 比如你们在离开一个组织啊 你们在离开一个项目啊 你们在抽回你们的一些能量重新思考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这份礼物的开头 或者说你刚刚打开这份礼物的时候 哎怎么是一个失去 怎么是一个转变 怎么是一个我不能去调整我自己 带动这件事情啊 的场景等等啊 嗯 魔术师另外代表了 有一些事情不受你们的控制 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私下 呃正在感受一些 嗯 失去啊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物质事业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 哎我怎么卡在原地了 或者说哎 我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挑战我的资产呢 我可以重新投资 可以去整合我的资产等等 那么可以看到啊 这边我们出现的圣杯八号 8 of cups and the full of ones 你们其实在重新搭建的是 内在外在都都丰盛充盈 有平和感的一个生活领域 所以你们有可能再放下一些 我必须要去经历搅斗 我必须要去经历呃拉扯 我必须要去经历一些冲突 硬碰硬的跟这个世界的某一种规则 或者跟一个呃 对一个一个组织 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当中的竞争者 我必须要去跟他呃 进行竞争竞争 进行摩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们再离开 因为圣杯八本身就是这个 OK 这一个王子也好 这一个公主也好 他已经有了八个圣杯 但是他觉得这个是不够的 我想寻找我生活和生命当中 更加重要的东西 那张牌里边的这个 OK 人物 他手捧莲花有没有 嗯 所以其实你们在寻找的并不是这几只圣杯 我们这圣杯上面都是像有钻石啊 宝物的 你们在寻找的不是这些 三维的宝物 你们在寻找五维度的 灵魂更高度的珍宝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找回自己 我看到其实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大多数倾向于这种 曾经获得过成功成就 但也曾经潮起潮落啊 有可能也失去过一部分的 但是对待你们来讲 首先宇宙在保证和告诉你们 就是你们本身就是丰盛的 这一切承住坏空啊 本身就只是一个过程罢了 并不是说你们注定有注定没有 你们是不是匮乏的人 我相信你们永远都不是 但重要就是一些朋友 你们在离开一个固定的环境 离开一个契约 离开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或者说在竞争当中 你们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这个感受其实也是需要第三号牌的朋友 来放弃这个执着 因为你们有更高的 不管是灵魂上的 还是生命中的 还是我们体验中的追求 这个追求不一定只是那个灵性修行啊 或者说心灵上的 也有美好的家园 你们有美好的家人 你们有爱着你们的人 在陪伴你走完这个旅程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号牌的朋友 你们不需要去独孤求胜啊 或独孤求败啊 你们也不是独孤求败的人 我认为其实你们本身在这个过程里边 在走向下一个美好的阶段 而且这个阶段我认为在 就这个月份 我们看这个牌是四月啊 四月开始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 你们有可能已经移动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啊 你们有可能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你们开始去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 就有的一些操控你们 压抑你们 让你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让你们无法去展现你们的天赋 你们灵魂中的美和自由的 丰盛的健康的这些事情 全部在被冲散和洗礼 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物 对待第三部牌的朋友来讲 结果啊 来讲权杖四号 你们会迎接一个幸福的开端 你们会进入一个幸福的家园 你们会去打造一个幸福的状态 然后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 其实权杖四号也代表了传统的婚礼啊 两个人正在丰盛的去迎接这个新的未来 一对新人 也有一些朋友 如果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承诺关系 这代表了是你们未来的工作 你们未来的合作 这是一个机关 这是你们搭建的一个美好的平台 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会进入承诺性的关系啊 就在有失必有得 在这个得当中 我看到了你们会丰盛的 或者说你们会在祝福的掌声和目光当中 迎接到人生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所以我看到这份礼物呢 在打开的时候 仿佛是放下 仿佛是失败 或者说仿佛是 嗯 仿佛是我先不去想了吧 我先不去想 然后我先去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背后 你们会发现 你们找到了更高度的追求 你们找到了更 跟你连接更紧密的灵魂家人 以及合作伙伴 你们会打造一个更加 扎实踏实的人生节奏 如果之前你们在险中求胜的话 未来你们是稳中胜利的一组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鲜花 我们可以看到舒适 温馨和回归 一些朋友你们回归了啊 你们回归到本我了 然后你们回归到一个自我的姿态 你们也去回归到你们的灵魂家园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也在切断一些旧的 消耗你们的 压抑你们的连接 有可能这是一个工作契约啊 有可能这是一个 呃 亲密关系啊 或者说契约关系 这个都算 有可能它是一个 外表看似啊 不能说它是金玉其外啊 但是真是外表看似 受人羡慕 受人敬仰 仿佛是一个 让你们可以拥有更多 呃 能量更多赞许的机会 但其实在内在 我认为第三位排朋友 如果你们觉得我已经被耗干了 我内在是干涸的 你们需要更多的 让你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走下去的理由 那宇宙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们去看一看你们内心在需要什么 寻找什么 你们会重新为自己充满电 然后去找到这个希望 那感情上来讲的话就是 一样耶 就是如果放弃了一个机会啊 甚至离开了一个 你你长久经营的关系 你们会得到更多的 这副牌里边也是一样啊 有爱着你 以及想要赠予你鲜花 赠予你 美好感受的人 就是在迎接你 这个家族在迎接你 所以第三位排的朋友 何乐而不为之呢 我感受到这个选择 对待大家来讲 也并不需要主动去做出来 随着时间 自然而然的 没有能量的人事物 它就是会消散 消融 以及转化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承住坏空的一个 不断不断轮回的 不断轮转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或者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啊 我们尊重这个运作方式 让它发生和发展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建议啊 建议牌有没有 圣杯十号 Ten of Cups 我们可以看到啊 灵魂伴侣的结合 一个美好的 特别是精神啊 精神健康 然后灵性健康 身心灵健康的 一个美好的人生状态 还有就是跟 真正的灵魂伴侣 灵魂的家人 相聚一堂 拥抱人生 然后这个牌里边 也有打破 现实条件当中的 一些界限阻碍 打破周围人的 一些固定的思索 然后我们真正在灵魂上 进行一个 算是合一 也算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还有就是打造健康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的这个建议牌 代表了 如果说之前 我们活的是一个面子 未来你们在活的是一个 从里子开始啊 就是从内部开始 让自己发生巨大的美好的变化 从而引起外界震动的 外界变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这个卡牌 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 全账的五号 Five of Wands 金币的四号 Five of Pentacles Cherod 战车牌 看一下建议是什么 有些朋友最近是争吵了吗 吵架了吗 感情里边遇见 阻碍和问题了吗 我们看两张五号牌 Five of Swords 保健五号 张牌我们也看一下 King of Swords 保健国王的逆位 我们再Cherodify一下 这个建议是什么 Death 死神牌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在迎接一个新的黎明 我认为有些断手离 是必须做出的 原则上来讲 这种断手离啊 我们在第一张建议牌当中看到的是 其实圣杯十号我认为是一个 算是美好的结果嘛 但它也算是一个高度理想 我们人生啊 我们的人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 最美好的理想 花好月圆 可以说是 情感美满 公主王子永远地走在一起 我认为是那样的一个场景 是圣杯十号 很像是天堂当中 可以去传递来的讯息啊 美好的 美好的感受啊 然后 没有竞争 没有争夺的 我们的亲人 跟我们的眷属 永远合一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圣杯十在这儿 是抱有一种美好的理念 在建议的角度上来说 细节上来讲 如果最近你和一个人吵架了 如果这个人 他的价值观念跟你不统一 如果他对于你是吝啬的 如果他是一个夺取的 他是一个 跟你没有办法 有同样的理念 来面对未来的人 你们需要做的 首先认清这个实相 还有就是 如果一些朋友 你们在一些 比如说分手啊 转换呢 或者说我的合同 七月到期 我要到一个新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阶段 不要害怕失去 不要害怕丧失 也不要害怕 five of bones 我们第一张就是冲击啊 冲突啊 或者说我们有两个人在吵架 有没有 不要害怕这种冲突 因为我看到你们 已经困住你们的感受很久了 释放你们的感受 还有就是调整你们的这个目标 本身你们的人生 有更高的一层目标 不说第三号牌 你们目前的这个目标低啊 还是怎么样 是因为在这个目标背后 我们我们人生总是在翻越山岭嘛 一山之后一山高啊 所以在这一山之后 你们会看到更高的一个目标 在远方 我觉得你们最近有可能有一种 被背叛 被不理解 被冷落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再建一角度上来说 第一张我们看到死神牌啊 就是有一些事物 他如果不真正的在某一个节点结尾 或者说已经一个事物状态 一个事件状态 比如说不断争吵的 或者说这个和合作无法统一的 两个人的意见 理念无法统一的状态 到达了某一个顶端 你们都需要展现最真实的你们 有些事情到达极致 才能够向前去运作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 你们在离开某一个状态 尤其是这些朋友在分手 你们有可能在 你们有可能也在犹豫和纠结 要不要往前再走一步 还是等待啊 是等待还是离开吧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8 of pentacles 我们再多抽一张牌 10 of pentacles 还有什么 9 of swords 天呐 8 of cups 7 of bones 如果你们已经很累和很辛苦了 第三个牌的朋友 不要压榨你们的能量 你们需要去 你们需要去做一个身心灵的充电了 紧接着就是 如果在当下你们在面临分手的一个局面的话 宇宙在告诉你 你们的灵魂中的理想 朝向最美好的一个阶段进发 或者说 不管是生活上 在财富上 在事业上 可以到达一个更美好的更高度的统合 能量的整合 如果正在发生的话 有一些旧有的负面的人事物必须离开 所以我看到一个崭新的你正在发生 因此不少朋友 当下一样 不要过度纠结 自我内伤 自内耗和感情用事 以及不要过度去争取一些什么 让这个阶段 用它的方式过去 唯有释放 你们才能够真正的 得到更高程度的智慧以及疗愈 所以释放掉过去的一些挣扎纠结 或者是执着 这是你们必须要释放的 我看到很多朋友 它很像是 我们在美丽的花丛中看到了 带刺的玫瑰花 然后我们很想拥有它 但总是 OK 发生 发生摩擦吧 或者说总是会 为此而刺伤啊 被刺伤啊 如果我们已经 痛了 宇宙在告诉我们什么 痛了 等于放下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边 Ace of Cups 7的Bones 就是你们不需要让自己不断去奔跑 不断去做这个cheaser 追逐了 你们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个 全新的方法 来看待这一切 而且这之前 你们必须要完成一个内在疗愈 所以我认为这个牌 其实并不是在劝大家分手 我劝大家怎么去 思考这个问题 是让大家去认清 现实是如何的 还有就是 你们值得更高程度的 生活能量状态 又说你们值得更高程度的爱 宇宙在爱你们 因此 亲爱的 第三部组牌的 宝贝们 放自己度过这个课题 没有那么困难 我看到在未来的三个月当中 你们就会 非常清醒和理智的 走出去了 如果在失恋分手期的朋友 如果这是一个合同 契约的结束 一个项目的结束 也是一样 走出去 你们才拥有自由 还有就是你们会用新的方式 去搭建一些 新的东西 不管它是亲密关系 它是合作也好 我们看这边 权杖四号是和谐 那我们这边的权杖五号 是吵架 有没有 对 如果我们需要 从一个摩擦阶段 走到一个和谐阶段的话 必须迈出 彻骨的改变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 彻底的内在变化 死神牌其实是我们内在的变化 可以说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我们内在产生 而且以更高的能量 我认为你们的灵魂家族 在支持第三号牌的朋友 做这个变化 因此何乐而不为之呢 总结一下这份礼物是什么 第三号牌的朋友会说 我是来领礼物的 为什么我要看到这些 我要知道这些呢 有可能很多第三号牌的朋友 你们希望这份礼物是 反而拥有这个事物 比如这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项目 这是一个职位 这是一个美好的人 这是一个曾经美好的人 等等啊 但我觉得这个礼物背后的建议 就是如果这有背了 你最高的理念 就是我的初心是 我想美好的享受这一切 然后我需要让 自己去感受当中的美好 在内在如果已经 违背了你目前的状态 还不如去脱胎换骨的 转变自己 转变不等于你在完全放弃什么 但是保健国王代表的 本身就是敬畏分明 本身就是 我有我的原则 底线和理念 我不再受负面能量 以及跟我的能量 不相统一的人事物的冲击了 我会走出过去的迷局 并且不再受周围的人的干扰 甚至他是你的亲人 他是你的友人 他是你的家人 有可能他说 不要你要这样选那样选 你们不再受任何的干扰 你们会走出去 跟你们的灵魂家人 真正的统合在一起 所以我没有抽一张牌 没有 这边还是圣杯十号 圣杯十号 圣杯是从 金币而是从 所以我看到 其实在未来 还是一样 重新尝试的机会 和美好的机会 会在你们整合 和做完这个选择之后 重新到来 甚至有可能 这是一个复合 这是一个复联 不过我觉得你们 非常需要一点时间 去重整你们的能量 给予自己 和给予宇宙新的机会 你们的灵魂家人 很爱你们 在帮助你们 不断地去梳理这个事件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个满月 月亮 The moon in reverse 月亮 前一个满月 好 就是三月尾的月始 如果在未来 看这个影片 等于上一个满月 在帮助你洗刷 一些负面的业力 所以一些事件 会重蹈覆辙的到来 或者说 一些事件 会冲击你们 但是你们内心中 真正的追求 也会重新被点燃 对 你们不会埋没自己 还有就是 你们值得 更高程度的 合一统合 所以在未来的 这个比较快的时间 长则半年 短则几个星期 几天 九到十天 你们就会发现 这个变化 已然已经产生了 你们已经整装待发 去准备好 重新面对这一切了 这个阶段的你们 是指导灵 最 欣慰的你们 就是一个新的版本的你们 对 你们也会拥有 最让你们欣慰的机会 和改变 把这个信息送给第三用牌的朋友 然后在星座上来讲 土象水象比较多 土象星座 金牛 摩羯 厨女 水象星座 天蝎 巨蟹 双鱼座 在这一组 特别朋友是风向的 具体到 如果最近离职的朋友 然后在未来的 一到两个月 会拥有新的工作机会 而且加入一个 非常有爱的企业和组织 寻求到跟你们 共评的能量 如果最近在 吵架分手的朋友 这份礼物就是 吵架背后 你们要看到彼此真实的个性 是否统一和统合 如果可以统一你们的意见的话 未来三个月当中 你们的问题 自然而然会梳理 如果这是一个 无法统合的问题 你们内在发生的变化之后 你们会做出 真正的判断以及断舍离 不会纠结在这个感情当中 一直泥足深陷的 因为有圣杯十号 所以你的灵魂伴侣 即将到来 证源即将到来 这是宇宙给你的承诺和祝福 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牌 第一张我们看到就是 冲击摩擦有没有 张牌就冲击摩擦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 蒙面的美丽的女神 它的背后 这是一轮日光吗 还是说月时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颗绿色宝石 你们在通过一些外界冲击 找到真实的你们 还是一样 你们就是这一颗钻石 然后这是你们 打开心轮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认为很多朋友 你找到了 跟高我合一的方法 和真实的你 我认为不管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痛苦的 有力度的冲击 你们在这个冲击 背后得到的 永远都是更多的 或者说看似在一些商战 竞争当中 你们输了 吵架当中你们输了 但是你找回了自己 你明确了自己的 可以说是内在的能量 或者说你的所需 和你灵魂的道路 到底是什么 一些朋友 这是你觉醒的契机啊 这张牌其实和我们的 圣杯八号 有点类似有没有 我们这边的圣杯八号的人物 是在 好满月的夜晚啊 然后在手捧莲花啊 他在走到他的这个 可以说是莲花池前啊 进行这个第九个圣杯的搜寻 然后这张牌在冲击背后 你们就找到了 或者你们的这个莲花 就化为幻化为了一颗 真正的钻石 这是你们的真心 这是你们真实的能量 这是不变的你们的追求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这个追求背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有真正的圣杯的公主 打坐呀 或者说灵性调整和提升啊 种种等等 他说我们看到影视牌 他其实是一个 修行大师 有没有啊 修行大师啊 然后他的这个额头 当中的一抹 英红和我们的日光 是相同的色彩 所以我觉得 其实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有可能 累生累世 经历过一些修行 最近一个时间呢 为了整合能量 我们看没有 我们整合能量的光斑 在你背后啊 整合能量 那你可以通过一个内在调整 比如说通过冥想 静坐的方式 去调整你们内在的这个 呃 蜕变 对 这个脱胎换骨啊 在最近这 半年当中会 会在你的内部发生 所以一些朋友 你们有可能会 呃 再次觉醒 或再次进入一个新的 一个 高度吧 一个维度或阶段 千万不要忘了 适时的为自己补充能量 能量就在你们的灵魂内部 在你的这一个三维世界的身体里边 啊 然后如果累了 千万不要忘了 先忘掉和放弃掉一些纠结和挣扎 你拥有无限的机会和 风影的财宝 以及无限的爱啊 所以什么时候你打算出山去工作 出山去跟人连结 你永远都拥有这样的机遇 啊 如果你累了 没有电了 千万不要忘了 先给自己充电 先调整好我们的身心灵状态 你们会有 就你的高额也好 还有就是你们灵魂家族啊 会有 指导灵在你的身后保护你 这个是被保护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一些第三部牌 你们可以为自己买一些鲜花 然后在你们的空间环境里 不过敏的朋友啊 然后可以帮助你们 去提升这个身心灵健康的感受 调整你们的频率啊 好的 这是我们第三部牌的朋友啊 所有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非常的感恩跟大家建议的共同连结 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 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选到我们的最后一部组牌 一颗粉色水晶石的朋友们 我们的神域卡都已经穿好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是 传递宇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以及这礼物背后的建议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卡牌 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 好 第四部组牌的朋友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对应这颗粉色水晶石 我们的神域卡Oracle 在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第四组 Message 我们看到9号啊 信息 然后一只美丽的白色猫头鹰 这很像是我们的指导灵 或说来自于高维度的信使 正在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 最近有一些朋友 你们本身就已经拥有这个灵感了 或说你们本身已经接收到了 不管是从天使数字上啊 还是从你们在阅读的一些信息 还是通过大众占卜或占卜当中 这个信息的背后呢 带有保护和智慧的意味 因为我们看都是9号牌嘛 这是一个大师数字 在这个智慧背后 有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提示的 如果能很多朋友下一个 不管是学习的 或者说课程的修行的阶段 已经被完全打开 还有就是你们又被完全保护 你走在一条队的路上 宇宙自然而然就会导引你 到这一条队的路上去 通过张卡牌也感受到 第四五牌的朋友 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 在最近尤其关注你们 有可能尤其在对你们投注 非常大的一些能量 因此你们有可能最近是多梦的 你们有可能最近是思索比较多的 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们也正在检索一些事件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是一些答案和解决方法 不要忘记了在你的灵魂深处 有着最远古的 或者说宇宙最深处的智慧 这一切答案在你们的心灵深处 还有就是你们会得到一些提示 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得 sorry啊 在等待一些消息 等待一个人的联络 等待一个事件的答复和进展的话 最近这个消息也会传来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是message 比如说发消息啊 发简讯啊 收消息 收简讯 或者说邮件 信件往来等等 这个消息即将传来 我们知道最近在发生水逆啊 水前逆行的过程当中 有些事情有可能会 有周折 或者说延缓 或者说有一些推迟等等 但是这个事件 这个信息 这个message 是早晚你们都会接到的 因为这个信息是真 冲着你们来的啊 是要走向你们 要被传递给你们的 还有未来来看 哲哲影片的朋友也是 如果你们最近在等待一个消息 你们在等待一个指引 等待一个答案 好 这个答案在飞向你们的路上 或者说你们的心中 我觉得早就已经 了解和知道了 嗯 这有可能是一种感知 一种预测 或者说是 真实的 你们和你们灵魂的 呃家园啊 更高维度之间的 你 你的高我之间的连结 嗯 哦 第四部牌的朋友 你的高我会给你信息啊 高我说的是 我爱你 请相信自己 我爱你 请相信自己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份礼物是什么 首先看啊 第一张 我们这张卡牌是礼物 我们看到是 king of wands 一reverse 意味着权战国王耶 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有领导能力 强而有力的人物 他有可能是一个 非常具有经验 具有领导性 或者说非常具有热情 热力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有可能他是从远方到来的 还有就是人物牌的逆位啊 他也代表了 有可能最近 你或他正在经历 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转换 有可能最近对方的 这个状态是不佳的 或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去 进行着 这个课题的修整和理解 我们要看一下具体是什么 因为这是个人物牌的 或者这是一个项目 一个计划的 暂停搁置 或者说一个消息的延误 或者说这有可能是一个冲突 你有可能会遇见了一个火气 比较旺的人 火气比较大的人啊 有可能这是你的boss 有可能这是你的感情对象 有可能这是你当下在遇见的一个事件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 好 或者说你的上司做错了一个决策 决策啊 嗯 当下正在一个比较忙乱的过程当中 第一张牌我们看到 6 of wands 全账的6号 我们看一下啊 当然这是一份礼物啊 我们也要看一下 这个礼物为什么是如此的 这份礼物是什么 the emperors 皇后牌 the emperors 皇后牌 the emperors 皇后牌 the emperors 金币骑士牌 看一看啊 the emperors 皇后牌 抽一张看一下啊 这个能量是什么 two of cups 升杯二号啊 非正非逆的飞出来 我们放在这边啊 因为我们的主牌呢 是一只雪白的猫头 因此我们用了这一套 terra 塔罗牌啊 我们用了这套猫头鹰塔罗牌 好 非常的具有灵性 然后连结大家也送给大家 第三副 sorry 第四副牌啊 最后一副组牌的朋友 我认为这个礼物是一个人 是一个感情对象 具体到这应该是一个情感 亲密关系的连结 他和你呢 你们两个人应该是这个 divine counterpart 你们应该是神圣伴侣啊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应该是 彼此的灵魂伴侣 这边有two of cups 嗯 不过最近你们有可能在 经历一些争端 因为你们其实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们看到这边有 night of pentacles 精辟骑士 我去看king of wands and emperor 国王牌 土象配火象的朋友比较多 火象星座 狮子座 牡羊座 射手座 土象星座是 金牛 摩羯 雏女座 然后你们是各自世界的大王 你们是各自世界的神或者女神 还有就是谁也不服输给谁 因此有可能最近你们会在一些 情感的争端当中 遇见了一个比较卡关的问题 我认为你们的感情是一对一的啊 不算是这种 哪怕你们的关系里边有 有可能个别的朋友啊 是有这种就是说 比如说多角关系争夺关系的 但是其实在你们的眼中 本身就只有对方 因此我看到这本身是一个 一对一的情感状态 呃 这个旅途 这个礼物在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 第三个牌的朋友 你们是值得无限的爱 你们憧憬的生活 你们憧憬的 希望 是一定会降落在你们的世界的 你们本身是成功和胜利的 但如果你遇见的是失落的 不管是神圣阳性能量 还是失落的另外一半 你们需要改变你们 看待这个事件的角度 立场 不一定是要去共情他 但是你要去理解 这个世界是有你的反面的 这个事情就连接到 有一些朋友 你们有可能是twin flame 你们有可能双生火焰啊 然后一阴一阳的一个组合 所以当下你们看待一些问题 是不一样的方向 毕竟看到国王和皇后 完全在两个界面 完全在两个层面看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必定有很多争端 或者说你们必定有很多 召见自己另外一面的地方 你们其实是彼此最重要的一面镜子 或者说一个开关 能够通过对方看到自己 也有一些朋友 如果他是你的twin flame的话 这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灵性的旅程 和开启或者说修行的一个 或者说维度的一个成长吧 它不一定完全只是一个亲密关系 有些朋友他涉及到的是 有可能你们是不一样世界的人 然后你遇见了一个冲击你的对象 甚至呢 对方他和你之间呢 目前在面临的是一个分离啊 断裂的局面 然后宇宙告诉你这个人 无论他有没有停留在你的世界里 你们能否在三维事业当中 往前去走啊 当然一会儿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亲密关系 那我们一会儿会去进行一些预测 不过第三位牌的朋友 第四位牌的朋友 本身这个人他就是你的一个礼物 他会让你真正的去完成和完整你自己 照见你的另外一面 所以说对方的缺憾 对方的不完整 反而也可以去成就你 不是说你再去吸对方的一个能量啊 或者运气之类的 而是你看到了 用什么样的方法 人可以更加圆容和完善 往往在亲密关系里边 我们是在找自己的缺陋啊 我们去向往什么 我们喜爱什么 我们为什么心持神往 这就是我们缺乏和匮乏的部分 甚至是我们内心小孩 和灵魂深处需要修补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 经过一个感情课和跟人连结的课题 第四副牌的朋友 你们会深度的理解自己 以及平衡你们的阴阳能量 补充你们的神圣阳性能量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阴阳平衡的整体 我们一个人要达到一个完满 这个能量其实是 可以说是必不可缺的 也可以说是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关口都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我看到 其实第四副牌的朋友 你们本身在经历这样的一场蜕变 还有就是一些朋友 你们已经到达了这个蜕变的成熟阶段 你们可以非常好的去掌握 各方面的经验以及技巧 去拥有grounding 比如说三维事业中的稳定 你们会拥有物质上的丰盛 你们也会享受 不管是个人的 还是双人的 还是亲密关系的 还是家庭的 事业上的 美好的一个状态 你们成功了 第四副牌的朋友 因为是最后一组了 你们成功了 因为我们第一章就看到 6 of Wands 还有就是对方是落败的吗 也没有 这个战役当中 没有谁赢谁输 但是我觉得对方 他其实会凸显出一些脆弱性 或者说你们之间的沟通 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2 of Cups 你们本身的视角 立场是不一样的 你们想要去跟对方沟通 但是更多时候 喉轮被堵住了 原因在于 从新闻开始 你们有可能现在需要的是 跟对方先打开新闻去连接 理解和接受这个局面 接受自己以及对方的不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课 不一定只是感情上的 我们也在这个大千世界包罗万象 去理解和体会不一样人的感受和人生 当然了 其实不是说第四第四五牌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去理解他 你一定要怎么样去包容他 比如说你的伴侣 和你当下在连接这个对象 他最近失败了 他最近在面临人生中的一些 固定的巨大的问题 比如说是金钱上 地位上 名誉上的关卡 首先如果你们存在在彼此的世界 一样第四五牌的朋友 你们首先要相信自己 你们可以让这个关系变得圆融 你们可以去拥有一个美丽的 美好的连接状态 那必然对方也会一样 用同样的方式来回馈你 只是这个同步吧 这个synchronize需要时间 我认为对方必须要破我值 那如果一些朋友 你们最近在情感的关口的话 这个我值课你们有没有破掉啊 情值和我值的课你们做的如何 我认为你们的状况良好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王后牌啊 我们再抽一下 和金币骑士牌 或者说你们的状况稳定 这边我们看到 但情绪上有可能不稳定 你们在拒绝着什么 我看到你们其实在拒绝着什么 还有就是你们其实打算去 做一些调整和转变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想去保护 你们很想去 你们有可能很 恐惧失去一些什么 还有就是我认为这个人需要你的能量啊 尤其来到第四组的朋友 你们是神圣阴性能量 你们是偏向女性能量 阴性能量的话 对无论在三维世界当中 对方对你态度是如何 他的灵魂是非常需要你的 甚至你会认为这种需要是一种掠夺 一种对抗 然后你们其实在极力的去保护 你们的一种稳定性 然后你们也需要对方跟你之间进行一种沟通和缘容 所以当下这个事件就卡住了 目前看到是如此的 还有个别朋友啊 如果这是一个多角恋情 就是明确了 不是说我们要猜测是明确 目前是一个多角关系的状态的话 这样的一个能量也是有的 有不少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 你们的关系在进行转折的阶段 这个转折一定 就是必然会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到来和成立 也会让你们 就是成为更加成熟的自己 这个关系也会进入一个成熟阶段 所以我认为还是一样 如果说礼物是什么 这个人是你的礼物 有个别朋友会说我是单身呢 我当下真的没有看到这个人啊 然后我会经历虐恋吗 能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会来到我的世界吗 是不是虐恋啊 我感觉很多朋友 这是你们想要去挑战和体验的 所以说没有那么虐恋 但是如果你们要拿出我值 去对抗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能这件事情的背后 是一个你们一想之外的状态 你们需要去调整内在的你们 去融合和进入这个情境 去体验和理解它 所以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你去显化这个人一定会到来 有些没有你的感情对象马上就要出现啊 意思就是你没有可能会进入恋爱状况了 但是对方的性格和态度 有很多是稍显霸气强硬的 跟你一样你们之间的能量其实是相等的 算是嗯对强人欲强人啊 就是强强阴性能量遇见强阳性能量吧 可以这样讲 一些变成同性的也是一样 这也代表了你们其实本身在主动的打开一个成长和修行的旅程 因为我们人生什么事情都是在修行 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行走坐卧呀 我们衣食住行啊 我们恋爱我们工作 然后我们去经历承住坏空生老病死 全部都是修行 所以这一场修行一定会到来的 但我认为很多朋友啊 嗯 如果你们当下遇见的感情对象 跟你们的理念不相合 与之后告诉你的就是 破除掉我值的这一个观念 就是对方有可能无法跟你想的和感受到的是相似的 甚至我们去看待爱人 我们去显化爱人 我们去理解一个人或拥有滤镜 但这个滤镜拿下来 我们真实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也要相信自己 相信你们的判断和第一直觉 The lovers in reverse 这边是声碑二号和恋人牌的逆位啊 一些朋友 如果你们在最近经历分手啊 我单身的朋友除外 如果你们经历分手的话 这个分手本身 就是你们在提升自己和 同步高我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的离去本身也是一份礼物 当然如果未来怎么发展 我们一会儿会来分析啊 暂时的离去或暂时的一个分离 一定是你可以去提升和整理自己 整合自己的一个礼物 如果你们一直在僵持 在相互对质和消耗 这无疑只会拖慢 我们成长的进度 所以我认为一些朋友 你们最近有可能会 遇见这样的一些课题和关口 但是不要担心啊 你们马上就要得到 非常重要的信号 和非常重要的提示了 那在今天我们的卡牌当中 也会对此来进行连结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 建议牌是什么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金币公主的逆位page of coins 就这边我们看到有没有 金币骑士金币公主 也就一些朋友 其实本身这个就是你们 建议就是 是不是一个逆向的固执的你们 或者说内耗的内在 匮乏能量的你们显化了 或者说引领了对方内在的匮乏 所以这两个人物排的逆位代表 首先是一言以蔽之 你们的状态都不好 你们都没有在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的固执会引发 对方的固执 所以我认为你们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整体 还有就是土配火的一个能量 本身就是 会有那种火花 会有火花四溢的争端 会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 甚至文化 文化背景的冲击以及调整 但是我认为还是一样 你们变了 对方就会变了 如果你们卡在原地 对方也会卡在原地 当然不是说让我们去 共情啊 牺牲自己 而是先自我内在转化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信息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卡牌都是人物牌啊 the full 愚人牌 我们要看一下具体的信息是什么 对于金币公主 好 信息是什么 这个解决问题的钥匙 首先在你们的手中啊 第四部牌的朋友啊 你们就是这个问题的钥匙 然后有些朋友有可能会反过来听 比如说你们的星座反过来 我就反过来去理解一下啊 我们的大宗占卜嘛 嗯信息是能量的集合啊 第二章 queen of wands 权杖王后的逆位 这边我们权杖国王 这边我们权杖王后的逆位出现了啊 看一下啊 queen of wands 前权国王的证位 诶 建议 death 死神派 knight of swords 宝剑 骑士的命位 我们再抽一张啊 8的pandacles 金币8号 飞出来了 好 第四副牌的朋友 无论你们在对待的是什么样的人事物 你们一定要对待自己有耐心和信任 还有就是如果当下有问题 你们需要细致的进行调整 不要忽略它 然后不管是情感还是事业等等啊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我们硬碰硬来做一件事情 简单粗暴来收手的一个阶段 相反 working on it 你们需要去精力和细化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当中的猫头鹰正在把金币擦的闪闪发亮 他在擦第八颗 因为我们之前是七颗金币啊 第八颗金币也正在被他擦亮 所以我认为其实当下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有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的关键了 给自己一些耐心和时间 好 这是第一点 因为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已经没有耐心了 还有就如果这是一个工作关系 合作关系也是一样 你们已经看到了可能性 所以当意见不合和一些冲击节外生枝产生的时候 你们反而这个耐心会瞬间的崩溃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的 for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带着什么来的 你带的永远都是你最初的一个理想 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带来 本身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不得服务愈人牌吗 我们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飞行和移民过来 我们到达这一片森林 我们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其实第四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本身在这个 我认为是情感关系啊 因为我们看到毕竟还是 皇后牌和国王牌 你们需要首先是 肯定和理解对方的一系列选择 紧接着也就是肯定你们自己的选择 给予对方时间也是给予自己时间 还有不少人我认为 其实你们是比较登对和搭配的一对 但有可能因为现实条件 以及对方的一些 对方的一些决绝吧 他的一些决断吧 让一些事情反而没有办法 良善的顺利的进行下去 你们有可能也得到了一些拒绝的消息 不沟通的消息 或者说你们本身这个关系就卡在原地了 没有进而勾进一步沟通了 有些朋友本身这个事情就感觉一种不了了之 将在原地 我们看到断联啊 断联的一些消息存在 宇宙希望的就是在这个阶段 如果这个关系断裂了 你们也需要给自己时间去 精致的整理好你们自己 因为这最后一枚金币 本身就在就在你们的身边 在你们的手上 我们这个金币公主代表什么 当你可以去托举起这枚金币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荣耀 所以我认为你还在准备的阶段 四五牌的朋友 你们还在去整理自己的最后一个阶段 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才能够找到这当中的脉络 厘清当中的脉络和所以然 还有就这个人会有可能引起你的误会 你们之间本身就是一个 就可以说讲求面子吧 追求自我 这样的一个连接方式 尤其是阳性能量 尤其是对方 所以如果是他判断了 决断了和准备了这场离别 也不必担心啊 不必过度伤怀 首先你们是值得被爱的 还有就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离别 造就了一个 有损失的 有伤寒的你们 相反可以造就一个更加成熟 大方 温柔 甚至是内在包容 和充满能量的你们 充满丰盛财富的你们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来成就你的 不管你们的关系 最后有没有落定 游戏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省略号 因为看到这个卡牌 我觉得对方现在 他仿佛不在你的附近 他仿佛无法在你的附近 因为他有可能有他自己 内在的冲突和更高的追求 甚至如果你们两个人 在三维事业当中一强一弱啊 或者说有年龄的差距 有身份的差距 有状态的差距 比如说你的生活是grounding的 而对方是没有办法的 那他只能 因为这个状态 让自己越飞越远 因为他要去追求的 还是那个我吧 或成就的是一个小我吧 尊重他的这个选择 我认为这个人 其实有很多消息 很多想法想要散 可以说是发散给你 和传递给你 我们看到 net of source 本身就是一个 好潇洒 快准狠的一个角色啊 这个羽毛本身代表的是 message 信息 这个人其实是有信息要给你的 但我觉得他用的 有可能是五维度的方法吧 他有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提现行动 还有就如果有一天他想行动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会 嗯 在成熟和胜利的时候 非常骄傲的飞回来的 因此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旅程 每个朋友你们的结果不一样 有些朋友有可能还在期待 有些朋友在等待 有些朋友已经走过去了 不过宇宙给你的这份礼物 远远都是让你去擦亮你的 这一颗金币 找到你自己的荣耀 和你的发展之路 有可能一些朋友因为他 你打开了你的 不管是灵性啊 还是说人生的成长啊 还是说你的回归之旅 紧接着成就一个美好的自己 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功课 和最终极的修炼 对方和你都经历彼此之后蜕变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方 他目前的状态稳定 对 就是相比阳性能量 阴性能量在第四部组牌当中 状态更佳 但不是说来到这副牌当中的 男性朋友啊 阳性能量的朋友 你们的状态不好 而是你们也要去经历 一个高维度的 一个内在的 这个层级的蜕变 放下我值啊 嗯 放下我值 信任自己 放下我值 这两个 这这两句话没有点冲突啊 首先相信自己 这个自己是什么 是你的能量啊 不是你的小我啊 我值是来自于小我的 所以说放下小我的执着 相信你高我的 你全部的能量 嗯 好 那如果这是一个感情功课的话 因为这不还太明显了 我们就不做其他的一些分析了 和代入了 嗯 其他的分析的话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亲 或者说是祖父祖母亲啊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人生礼物 他们有可能 哎我感觉有一些是 已经离开这个三维世界的 嗯 或者说已经离开了人世啊 这个在另外的一个世界 你的 呃 家人要给你 美好的礼物和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相信自己啊 还有就是你的 幸运和机会就在前方 千万不要忘了 你是非常被珍视的 重视的 宠爱的小孩 你们在被多维度保护啊 三维以上 他们在用其他的方式保护你 注意一些信息啊 最近有些信息 你们会被 呃 会传递 还有就如果最近 你们有点落败 有点想家 有点思念 亲人的话 亲人的灵魂 能量 永远都在你们的周围 他没有离你而去 而是用另外的一个方式 在让你看到太阳 看到机会 和取得成就 他们为你骄傲 好 这是这方面的一个信息 那下面我们居然是 哎呦 我们把这个牌拾起来啊 我们居然是在看感情啊 很多朋友认为是一个 紧急的感情的课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 未来的行动和发展好了 嗯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A lover see the verse strength 力量牌的正位 the hanged man 这边呢 the moon 为什么都是major con啊 都是大牌呀 嗯 看一下啊 有没有什么 真正的行动上的这个模样啊 oh my god the hermit 不需要再抽了 第四第四副牌的朋友啊 这是你们的人生最大功课 之一啊 你们的人生功课 有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我们说生老病死嘛 爱别离 求不得 愿赠慧啊 无愿之胜之苦啊 没几样 嗯 所以是关口之一 因此五张牌 我们都是这个major con啊 都是大牌 我们一共在这个牌当中 就是才有二十一张大牌 所以不需要再抽了 第四副牌的朋友 你的人生功课 是让你通过情观 the lover see the verse 去找到你的力量 找到你的strength 力量牌 回归到你一个 有力量的状态 不管你是合一的 不合一的 你和谁在一起 不在一起 the hanged man 你们需要的是 重新的觉醒和理解 站在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着一切 甚至换位思考一下 这样会保证 和帮助你们去合一 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 甚至让你们感受到内心 被拉扯 被拖延 和煎熬的内耗的旅程 但这个旅程 不是让你们无条件去牺牲 而是觉醒和找到一个 真正有能量的自我 紧接着the morning reverse 你们之间在五维度是有连结的 你们不是分离的失散的 但是如果我们执着三维世界当中的合一 这永远都会让你被捆绑在原地 没有办法张开你的翅膀 你是如此的自由啊 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情职和情观的课题 最后the hermit in reverse 逆位的影视牌 我看到很多朋友 你们当下会有点纠结 拿起来还是放下 行动还是不行动 走还是留 或者说如果这个人 他本身是之前的一份礼物 已经走了很远了 有很多朋友 你们依然会有的时候会纠结 然后我觉得这个纠结 偶尔会成为一个小考试 再考验一下你们 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 你们当下其实已经面临了 或者说遇见了这个 可以去完全越过这个课题的机会啊 嗯 比如说你是一条小经理 你要越过这个龙门的机会已经到了 千万不要忘记和放下你灵魂 生生世世在找的 在追求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情观 你们已经破了好几次了 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大牌 但是当下有可能 你又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这样的一个阻碍 然后这不是你人生中的一个 什么样的不幸运 相反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拥有的 因为你们是国王牌和女皇牌啊 还有就是你们的亲密关系 在被宇宙保护 但是不要在这件事上追求一个 所以然和答案 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会来找我 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答案在你的内心深处 也在宇宙的深处 唯有你们发生转变 这个答案才会真正的落定到你们的世界 世界里边 当下我看到这个答案 还是一个省略号未完待续 因为你们在破关 所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 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集合 还有就针对这个人 他到底要不要行动 我认为 这件事情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的心 怎么去考虑 你们怎么去疗愈自己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经历着 和感受着什么 对最重要就是 你们内心中这个感受 如果你们已经开始去学习 屏蔽掉 小我的感受和波动 真正的面向一个更高界面 更遥远的未来 你们的格局在敞开 你们的修行在深入 其实第四副牌的朋友 对于你们来讲 得与失 然后事与否重要吗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这个人也要给你一个信息啊 因为毕竟我们这边看到一个信息牌 他有可能没有发出来 有可能发出来是不知可否的 有可能他是嘴巴比较笨拙的 态度比较强硬的啊 因为跟你形成一个明显的对峙啊 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一定跟你有相似之处 就是会有点小固执 让我们看一下他要说什么好吗 还是这张经题八号 Aid of Pentacles 耐心 Page of Source 他在学习 他在觉知 Ten of Cups 他感到遗憾 他感到无奈 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Design Reverse 我们再看一下 告诉我们什么 Will of Fortune 遵从命运的安排 这一切都是一个安排 然后你们都会面向人生当中 更加良善的转变 然后不要卡在和执着于当下 我希望可以去给予你更多 以及满足 满足你在人生中 情感中的美好愿望 但有可能我是力所不能及的 甚至我把自己想象的 过于强而有力 过于伟大 我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你的消息 你好或不好 我都会非常挂心 因为你是我世界当中的光明 阳光 光亮 我看到在认真做事的你 我看到在认真生活的你 我看到好的你 坏的你 其实我并没有 更多的想法 只是想看着你而已啊 然后我们呢 生生世世都有缘分 哪怕当下在离别 这不是最后的离别 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 重新的站在某一个高度啊 也可以算是顶峰相见吧 嗯 然后我们都在学习放下执着 甚至是放下 放下焦虑 放下生生病的负担 给予我们过重的 伤害 嗯 这些负担都是伤害 呃 不管是我拒绝了你 还是你拒绝了我 因为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 双方都有啊 或是我们不再连结了 会通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 我们会给予彼此最高的 支持 祝福 然后这一切呢 都是宇宙的一个 正向的安排 遵循他 尊重他 然后也肯定他 我呢 无条件的肯定我的高我 也肯定你的高我 相信你也一样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没有分离 我们都是彼此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礼物 好 把这个信息送给 第四副牌的朋友啊 还有就是你们之间的回忆 啊 每一分每一秒 对方都在灵魂的深处 我会记忆到他的阿赖耶什 阿卡西里边 不会忘记的 啊 不会忘记的 还有就是你也不要忘记我 好不好 好的 就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 嗯 星座上啊 固定星座看到蛮多了 我们刚刚说 嗯 火象配土象 然后我们看到有狮子座 双鱼座 处女座 有射手配双子 这种对公星座也非常多 好 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 还有这个天蝎座 配金牛座 我的天哪 第四副牌的朋友经历虐恋了吗 但是不要担心啊 虐恋是让大家去 思维上 能量上 智慧上 正向成长的 还有就度过业力的课题 何乐而不为之啊 好 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 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嗯 wetlessness 轻盈的无重量的 一个一个失重状态啊 就我们的这个三维星球也好 好像在火星其他的星球上都有重力 但是有一些 状况底下我们是没有重力的 什么状况 我们是光的存在 我们是音波的震动的存在 我们是高维度的存在 所以高维度的你正在帮助你去平衡和回归 你是自由的 我们看到好像这是一片沙漠也好 这是一片土地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星球啊 所以这张牌鞋朋友 你们本身就 你的灵魂在其他的一个界面 比如说 其他的星球和维度也在进行着平衡和修行 高维度的你啊 心机与种子版本的你 在帮助你去进行能量上的平衡和疗愈 一念不绝啊 第四副牌的朋友 你们会散发出一定的执着 所以才会经历这个课题 因此不要担心啊 轻盈的来面对这一切啊 不必过于着相 过于认真 我们在三维本身就是一个经历罢了 看一场电影罢了 下面一副牌 我们看到是女祭司啊 Hypersis 有些朋友你们就是女祭司和祭司来的啊 灵性灵性的能量非常强大 然后女祭司牌在告诉我们什么 Harness Mastic Power 去运用你的神神神奇能量啊 神秘力的能量 运用你跟高维度神灵 相连接这个能量 我们知道女祭司本身是一个神志人员吗 是是跟神对话 然后把这个能量传递给 其他的人子民部落国王等等啊 是跟神相连通的 跟神对话的人 所以运用你们的高级能量 你这边你们是精通神秘学的 运用这一部分的能量 不是去显化我们哪一部分的私欲 而是觉醒我们的这个能量 也升级我们的这个能量 你们本身就有这样的一对翅膀在保护你们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阴阳啊 阴阳的一个平衡 所以对方是你的一个礼物 但有可能是帮助你去平衡你的能量 打开你的知觉和认知的 决心你人生的真正使命和路途的 他有可能以一个爱人的方式 一个冲击你的方式出现 但是你们本身不是完全需要他 完全非得要执着他和要抓紧他的 你们本身是相对自由和共同存在的 一个整体 这样就够了好吗 好把这个信息送给第四五牌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卡牌就解读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解读 帮助到大家获取需要的信息 那还有就是第四五牌的朋友 你们本身的这个直觉能力如此之强烈 因此你们应该早就理解 早就知道这个 所以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卡牌 大家再重新的确认和整理一下这个信息 那不要忘记你们的视野是如此的高啊 然后你们的信息来的如此的清晰 然后你们的目标也是比较明确的啊 有可能是为了地球的提平和灵性的提升 宇宙来支持大家 然后你们是自由的 你们是丰盛的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 非常感恩跟第四部组 把朋友今天的链接我们随着卡牌看到这里 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